夜晚,狭小的出租屋里,苏云静静地躺在床上,双目出神地望着头顶昏暗的灯光,很是落寞,苏云今天刚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徐冲吵了一架,因为上司将自己辛苦做出的芳朗和功劳据为己有,他实在气不过,这种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平时一有功就像哈巴狗一样凑上去,一有什么失误,风向不对就全甩锅给自己,两人在公司大吵一顿,公司老板自然是更喜欢徐冲这位听话的腿子,所以毫无疑问的,苏云被开除了,回过神来, 躺在床上的苏云叹了口气,想到自己从江城大学毕业一年了,还一事无成,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家里还指望着自己能够成人成才,过上一番幸福生活,原本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可现实给了自己崇重的一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正在暗自神伤的时候,大脑中响起一阵声音,定,神纪消费系统绑定中,5%,20%,50%,90%,100%,神纪消费系统绑定完成, 紧接着眼前出现一块面板,宿主,苏云,余额,V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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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体质,9%,力量,9%,民间,8%,精神,10%,强化点,0%,技能,消耗强化点,可添加技能,助,本系统余额一与世界各大银行联通绑定,消费金额合理合法合规,可用各种方式支付,包括但不仅限于指纹,瞳孔,转账,刷卡,请宿主放心使用,宿主每消费1亿元可以获得一强化点,强化点可用于提高宿主身体素质,增加技能, 强化技能等,看到眼前的这一幕,苏云简直不敢相信,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平时苏云就爱在番茄小说上看一些小说,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系统啊,今天难道梦想走进现实了,嗯,应该说是小说变成现实了,难道我真的获得系统了,还是不敢相信的是苏云,打开了美团,准备叫一份外卖,事实是真是假,她选了一份20元的黄闷机,下单,心跳有些加速, 看了看系统面板,选择用指纹支付,定,支付成功,看了看银行卡里余额没变,再看系统面板,宿主,苏云,余额,99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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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21999191998910元,体质9,力量9,敏捷8,精神10,强化点0,技能消耗强化点,可添加技能,哈哈哈哈,苏云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激动地用手捶了捶床间,高兴得 喃喃自语道 我发达了 我发达了 以后我一定要换一个活法 活出一个精彩人生 半小时过去 外卖到了 这一顿 苏云吃得无比开心 吃饱喝足 苏云直接从系统 转了二十万到父亲的卡上 之所以只打二十万过去 是怕一下转太多 父母一时接受不老 到时候问东问西 还麻烦 拿起手机打通了父亲电话 我给你们赚了一笔钱 你看收到了没 过了一会 那边传来一阵惊呼 儿子 你怎么打了这么多钱来啊 你刚工作一年 哪来那么多钱啊 你放心吧 这钱是我赚的 我在这边开了一家公司 发展很好 赚了很多钱 那钱你们先用着 用完了跟我说 我再转给你们 你干嘛 你们两个就不要出去上班了 在家休息完了就行 你们两个也可以到处去旅游玩一下 这些年来你们都辛苦了 儿子 你开公司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这钱我们给你留着 你需要的时候问我们要就行 电话里传来母亲关切的声音 我真的赚了很多钱 你们放心用就行 说着 又往父亲的卡里赚了十万 电话里盯的一声 钱到账了 你怎么又赚了十万过来啊 我都说了我赚了很多钱的 你们放心用吧 你们不要去工作了 晚上早点休息啊 打完电话 躺在床上 不由感叹到事事无常 今天刚事业 竟然得到了系统 看着系统面板上的那一长串数字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久久不能平息 依旧很是兴奋 沉浸在各种美好想象中 一直到到凌晨两三点 才昏沉沉的睡过去 第二天 苏云被清晨的阳光照醒了 醒来第一眼 打开了系统面板 宿主 苏云 余额 999万亿 9999 19979万9980元 体质 9 力量 9 命迹 8 精神 10 强化点 0 技能 消耗强化点 可添加技能 一切都还在 转头看向窗户外 水蓝色的天空 一朵朵美丽的白银 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剑 映照着苏云此刻的心情 从此 海阔平雨月 天高热鸟飞 起床 梳洗一番后 准备出门 苏云打算今天先去买房 把住宿问题解决 这个住了一年的小出租房 也该退休了 出门 在楼下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路口 苏云挥了挥手 上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麻烦去一趟江城家和地产 好了 兄弟 你去江城家和地产那边做什么 上班吗 出租师傅交流道 苏云 微笑着说道 我准备去那边买一套房子 师傅惊讶到 买房 那边的房价可是咱们江城最高的房价 最低十万一坪起步 一套最低上千万 兄弟你是做什么的 这么有钱 哈哈 我午夜游民一个 最近发了一点小财 想换一个住所 平时听说江城家和地产那边挺不错的 今天去看看 那边真挺好的 我也想去住里面看看 可惜没钱哦 只能努力跑车啊 两人有一句 没一句的搭着话 到底了 江城家和地产售楼处 这一片房子一山傍水 绿化非常好 风景更是一绝 苏云很是满意 走了进去 有四五个穿着制服的寿楼小姐 坐在一旁在聊天 有一位客人正在跟一位寿楼小姐 在另一旁交流着 几位寿楼小姐 看到苏云进来 看了看她身上的穿着打扮 竟然又各自聊了起来 没有一个人愿意过来接待 苏云站了一分钟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第二张云舍弯一号 正在尴尬之时 一位年轻女子 从一旁的过道走了出来 女子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 身高一米七上下 妆容精致 身材更是没得说 在苏云所见的美女当中 绝对是排行最前列那一批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 这个女子可以打九十五分 林芷月来江城家和地产工作三年了 现在已经坐到了经理的位置 今天刚好来这边处理一些事物 办完事出门 就看到大厅里的苏云站在那里 看着是苏云清秀帅气的面孔 不由地产生了一丝好奇 朝着苏云走了过来 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林芷月开口问道 声音非常清澈悦耳 一旁的几位兽楼小姐 听到这声音 往这边看了看 然后立马站了起来 齐齐开口 躬身道林经理 苏云没想到眼前这个美女 竟然是这里的经理 不过也没多想 你好 我是来买房的 可以介绍一下吗 听到这话 林芷月瞧了下众人 再看看苏云的穿着打扮 瞬间就明白了 估计是这些兽楼小姐 瞧不上苏云 觉得会白白浪费时间 想到这林芷月决定 等下让这里的主管 给他们做做思想工作 必须好好培训一下服务态度 三年时间从一个小小的职员 干到经理的位置 林芷月甚至为人处事的道理 人不可貌相 几年的从业经验也告诉她 绝不能轻视任何一个顾客 她面带微笑 先生 您对户型价格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 够好 够大就行 好的 您稍等一下 说着林芷月从前台拿出一台平板 将苏云邀请到一旁 让人泡了一杯茶 坐着商谈 林芷月用平板打开了官方网站 递了过来 苏云拿起一看 上面分门别列列着各种户型 三室一厅 四室一厅 大屏层 两百多屏 三百多屏 五百多屏 始终没选到满意的 想了想 自己都是有系统的人了 还在这挑啥 看来还是太低调了 直接上最贵的 就完事了 你们这最贵的房子是哪都 我想看看 听到这话 林芷月心中也难免嘀咕起来 眼前这人不知道是在斗自己玩 还是真是一个富二代啊 不过秉持着自己的职业操守 他还是为苏云解答起来 我们江城家和地产最贵地区 当属云水湾 那里是我们公司聘请 国内与国际最顶尖的设计师 联合设计打造的别墅区 云水湾在整个亚洲地区都申父盛名 是出了名的顶尖豪宅 随即打开了别墅区的网站 介绍起来 云水湾有12栋别墅组成 环境优美 天水一色 时不易景 另外 我们始终秉持着为业主服务的心 聘请了亚洲最顶级的物业服务团队 戴维斯团队 致力于为业主提供最好的 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上帝般的服务 这个楼盘已开发多年 目前只有1号和6号别墅还未出售 其余均已有人入住 苏云接过平板看了一下 网站上面拍摄的3D实景图像 看上去还不错 也懒得再交 决定就1号别墅了 就1号别墅吧 苏云淡淡地道 林芷月听到这 顿时已惊 您确定购买吗 不敢相信的再次问了一遍 不远处几个售楼小姐听到苏云要买1号别墅 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几人虽没说话 但彼此间那眼神交流和嘴角的讥讽是掩饰不住的 好像再说 就那小子能买得起1号别墅 这经理不是纯纯地浪费时间吗 确定 准备合同把苏云的声音再次响起 您不需要去实地看一下房吗 不需要了 我相信你 苏云看着林芷月微微一笑 自己可是有系统的男人 问世界上谁能比自己有钱 你卖得越贵 我越高兴 你可能大占 但我 嘿嘿 把1号别墅买了 就有6个强化点可以用 正好可以试试强化点的作用 这不一举两得吗 那您是准备怎么付款呢 分期支付 商业贷款 还是怎么 我们这边好按照您的需求给您拟定合同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拟定合同吧 我直接全额支付 听到这 林芷月心笨笨地跳 难道今天运气真这么好 随便出来半点事 就遇到这么大一个大佬 虽然心里有所怀疑 但脸上仍然充满了笑意 请您稍等一下 我准备一下合同 说着去到电脑前 弄了十多分钟 终于把一份合同改好 打印两份递给苏云 苏云接过合同 随意看了几下 确定没什么问题 前世打到这上面这个账号吧 苏云随意问道 对的 苏云拿出手机一等顿操作 实际上是打开系统面板 从系统里面转账过去 林芷月看着眼前的男人 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 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 是不是真有那么多钱 正在思索之际 一阵声音传来 好了 你看一下前道账没有 好的 请您稍等一下 说着 走到一旁 拿起电话拨打了一个号码 应该是他们公司的财务人员 听到电话里传来的确定声 林芷月真大了眼睛 脸上满是惊讶和惊喜 原来这个帅哥 真是一位超级大佬 也很是庆幸自己 保持了一直以来的处事原则 不然就错过了 这么大一桩生意 这一单单子 是自己的好几倍年薪了 可以从中抽出千分之一提成 那也是六百万 想着脸上笑意更浓 快步走到苏云面前 苏先生 麻烦您稍等一下 我去取一下钥匙 带您半礼入住 旁边几位寿楼小姐 一直观察着这一切 看到他们经理的表情 他们知道眼前遮穿着普通 打扮一般的人 静毫不眨眼的 轻轻松松地拿出六亿 买下了公司最好豪宅 几人心里肠子都毁清了 欲哭无泪 纷纷过来抛媚眼 问有没有什么其他需求 越发热情 苏云对这些人可没什么交谈兴趣 一律回答不需要 不一会儿 林芷月拿来钥匙 坐上了他们公司专用车辆 前往云水湾 两人直接到物业处办理入住 在物业各个系统里 录入苏云的信息 有林芷月这个经理在 这种小事很快就办理好了 第三张娃人 来到别墅外 外面是一个六百坪的花园 花园里种着两颗银各松 各种花花草草 打开房间门一看 里面的装修简直奢华到了极点 林芷月连忙开始介绍起来 苏先生 这套别墅 整体四层 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 别墅里装有四人电梯 我带您看看 来到地下一层 这间房是您的酒窖 这是您的私人饮乐 桑拿房 娱乐室 游泳池 回到地上一层 这是您的大客厅 客厅做了一个七米的挑高 窗户玻璃 是从美国进口高分子玻璃 透光硬度清晰度 都是选用最顶尖的材料 还有从各个国家进口的国际顶级品牌家用电器 德国冰箱 意大利厨具 净显失华 看着眼前的一切 苏云很是满意 这些以往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东西 现在自己都拥有了 不由在心里感叹 世事无常 苏先生 我可以借洗手间用一下吗 林芷月声音传来 打断了苏云的思绪 当然 你自便 苏云坐在那真皮沙发上 想起今天刚消费了6亿 得到了6个强化点 他也想试试强化点的作用 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苏云 余额 999万亿 9993亿 9979万 9980元 体质 9 力量 9 明节 8 精神 10 强化点 6 技能 消耗强化点 可添加技能 看了看系统面板上的数值分布 他准备拿出4点强化值 先试试效果 把各项系数都加到10 想着变形动 随着各项系数的增加 体内传来一阵酥酥麻麻的 一阵暖流从身体流过 苏云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好像身体变更好 更健康了 苏云捏了捏拳头 力量也比以前大 心理暗道 这系统也太牛了吧 随后 他把剩下的两点强化点 加在体质和力量上 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有一副好的身体 才能去更好的享受生活 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苏云 余额 999万亿 99993亿 9979万 9980元 体质 11 力量 11 命节 10 精神 10 强化点 0 技能 消耗强化点 可添加技能 系统这么多钱不用 那不是浪费了吗 看来以后得多多消费 才是王道 这时林芷月刚好走了过来 苏云心里顿时有了一想法 林经理我以后叫你林姐吧 你也别叫我什么先生 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这样亲切一点 林芷月听到这话有点猛 不知道苏云打什么主意 但还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随你 林姐你出来工作多久了 在学校里学的是啥专业啊 我工作已经三年多了 在学校学的是金融管理 你问这个干嘛 哼 我了解一下 那你年薪多少 不多 一年两三百万吧 不知道林姐有没有换工作的打算 我算开一家公司 请你来做总经理 你来替我管理公司如何 苏云一脸认真的看着林芷月 哼 林芷月很是惊讶 毕竟两人今天第一次打交道 苏总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那苏总 公司主要经营哪方面业务 苏云淡淡一笑 做哪方面业务都行 未来确实应该会有很多方面的业务吧 那不知道 苏总给我开多少年薪呢 少了我可不干哦 林芷月没目闪斗 带着一丝玩笑口气回应道 钱不是问题 别说三百万 就是三千万 都是小事一桩 苏云笑着说道 真的啊 年薪三千万 林芷月瞪大双目 满脸怀疑 啊你账号给我 这点小钱而已 把格局放大 说着跟林芷月要了她的账户后 赚了三千万过去 林芷月看着短信提示 银行账户上真的到账了三千万 搞情很是丰富 简直不敢相信 两人今天还是第一次见 苏云直接掏了六亿 买了一套别墅不说 还在没有任何合同情况下 直接赚了三千万 给自己当工资 这可真是毫无人性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么一位 年轻 帅气 多精的大佬 真是霸道总裁中的霸道总裁 归精如土都不足以形容 就像网上流行的一句话 我对钱不感兴趣 几个小目标而已 她不由对苏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看着林芷月脸上丰富的表情 苏云暗暗一笑 自己可不是胡乱做出的决定 而是经过一番思索的 毕竟林芷月在一个地产公司 做到了经理的位置 本身就是名校金融管理专业 肯定是有本事的 而且白天接人待物 没有因为自己的外表 穿着普通而轻视忽略自己 做事也雷厉风行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另一个原因就是 自己懒得再重新找人 有现成的人不用 那不是很麻烦吗 再说就算投出去的钱打水漂了 那也无所谓 不差那两个小钱 跟林芷月谈好之后 让林芷月去给自己找两位管家 毕竟这么大的房子 需要有人来打扫 外面的花园也需要有人看护 自己吃饭也不可能 每次自己来弄 那可太麻烦了 苏云回到出租房里收拾东西 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搬了过去 林芷月打电话告诉自己 两位管家明天才能上班 今天只能自己随意应付一下 晚餐在外面随便吃了一点 就直接回别墅了 忙碌了一天 苏云感到有些疲惫 泡了泡澡 洗漱一番躺在沙发上 舒服极了 这才是生活啊 看着室内明亮的灯光 各种奢华的装饰 此刻就像梦境一般 这才第一天就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一定要利用好系统 绝不能辜负这般纪元 这般美好 苏云怎能不记录一番呢 她拿起手机 在室内各处拍了几张照片 走向二楼阳台 拍了两张别墅外夜景图 忍不住发了九宫格式朋友圈 沛文感叹道 现实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随后放下手机 双手靠在阳台的护栏上 不远处邻居家别墅区灯火辉煌 眺望各远处城市夜景 车水马龙 万家灯火 一片繁荣景象 此刻有些幽静 苏云抬头望了望天空 群星闪烁 真是美好的一夜 第四章法拉利拉法 男人不能没有家 更不能没有战马 今天要把车的事情给解决了 没车出行很不方便 自己大学考的驾照 也已经吃灰几年 是该让她出来呼吸心显空气了 一觉睡到大中午 苏云打电话给林芷月 问林芷月推荐一个店后 让她一起去买车 苏云刚下车 看到法拉利4S店的门口 一个穿着一身白色长裙 身材高挑 乌黑的长发随意的搭在肩上 几丝细发随风微微起舞 非常细境 引得路人一阵阵注视 这人正是林芷月 随意打扮 魅力比昨天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苏云朝着林芷月静止的走过去 林姐 你来的挺快的 林芷月脸带笑意 敲皮的给了苏云一个白眼 我怎么堪逼老板慢呢 两人交谈着走进了法拉利专卖店 街边的路人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 纷纷感叹的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真是好白菜又被猪拱了 走进店里 这次没有遭遇到上次买房的窘境 一进店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走了过来 芷月 你来了 说着拉起林芷月的手 这位是 你男朋友 带着一万的口气问得道 林芷月白了他一眼 怎么可能 这是我的新老板 苏云 这是我的好朋友王静 我们是大学同学 你好 两人互相打了个招呼 虽然一问苏云这么年轻的老板 但还是没多说什么 问起苏云想要买的车型 苏云说道 我对车不怎么了解 要不你先给我介绍两款看看 王静自然是带他去看车 三人走到一辆法拉利旁 车旁边有两个人 也在讨论着 想来是刚看过这辆车 对车的有些配置 价格方面的讨论 不过苏云可不在意这些 王静看着这辆法拉利 介绍起来 这一款车是法拉利488SPIDR敞篷车型 法拉利的侧身盾标 五星轮毂以及探陶刹车盘应有尽有 3.9TV8发动机 670匹的马力 百里加速不到3秒 整车开启敞篷时间只需要14毫 这款车不管是速度 颜值都是顶尖的 价格在500万左右 你看怎么样 说着望向苏云 苏云淡淡回答道 还不错 有没有更好的车 有是有 不过那辆车价格比较高 听到这是苏云眼睛一亮 不怕你贵 就怕你没有 走吧 那去看看那辆车 旁边的销售员一开始就看到 王静挽着灵指的手过来 一眼便看出他们是朋友 而他平时又跟王静不对付 一听他们要去看那辆最贵的车 不由地嘲讽道 就你的朋友也能买得起那辆车 你还能有这样的朋友 可笑死我了 那可是我们这里的镇店之宝 法拉利拉法售价高达5000万 你看他那样子像是能拿出来的吗 苏云听到这话 毫无一丝拨动 有些事情你争论是没用的 只有靠行动 靠结果才能让别人闭嘴 王静听到同事的话 可平静不下来 反驳道 我做什么事还用不着你来指指点点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 说完便领着苏云二人到了另一个展厅 车辆四周由透明玻璃隔离起来 各种灯光聚焦在车辆上 使得车辆发挥着夺目光芒 苏云一眼就被这车酷炫的外表所折服 心里一片火热 以前这车只能在视频上看过 哪能这样近距离实地观察 更不是说即将拥有它 王静靠近车辆介绍起来 这是我们的镇电质宝说2A 这台车整个车身用四种不同的碳纤维材质打造而成 以6.3升V12自然吸气发动机引擎搭配 嗨 科斯系统的组合 提供高达近1000匹的棕效马力 只需要15秒的时间能达到和高铁一样的速度 无论是操作感 驾驶感 速度 动力都做到了极致 刚才出言嘲讽的同事自然也是跟了过来 还在外面跟其他同事说王静的朋友 今天购买这辆镇店之宝 拉法 其他同事听到对这个人也同样很感兴趣 毕竟这车放着已经很久了 都没有人购买 纷纷前来围观 看到苏云那年轻的面孔 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疑问 那么年轻能买得及吗 在窃窃思语议论着 看到这一幕 苏云微微皱眉 毕竟谁喜欢像一个猴子一样被人围观呢 这时王静那的同事 又出口用嘲讽语气道 看来我们这个老板对这辆车很感兴趣 恭喜你出了这么一个大单 苏云说你很有眼光 一下就知道我要拿下这辆车 苏云转头看向王静 这辆拉法我要了 你去整理一下合同吧 听到这话 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孙 众人都是倒吸一口气 恐怖如似 这个年轻男子竟这么有钱 王静惊了 起初以为是自己的好朋友要买车 原本只是以为眼前这人是一个普通老板 看在好朋友的面子上 热情的接待介绍 没想到有如此收获 随即 他把苏云两人请到了接待室 自己去准备合同 而刚刚出演嘲讽的同事 也瞬间摊作原地 他明白自己完了 刚刚得罪这么大一位客户 虽然苏云没跟他计较 但被公司领导知道 一定会被开除的 在这店里带衣 提成都很好 而且时常能接待一些不错富豪 还指望着有一天能被一位富豪看上 走上人生巅峰 他明白自己出去 也很难再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 因为名声在这个行当肯定会臭的 真是欲哭无泪 追悔莫及啊 看热闹的同事们 看到这一幕也没多说什么 纷纷四散开来 毕竟都是他自己多管闲事 惹是生非的去嘲讽人家 算是自作自受 另一边 王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 一起拟盯好了合同 毕竟要出售店里的镇店之宝 肯定要让自己的领导知道 经理来了之后 告知要购买这辆拉法 还需要其他条件 比如之前购买过法拉利的 其他限量版车辆 不过 苏云直接加价一千万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最终以六千万拿下法拉利拉法 第五张百达斐力 车买了 还需要办些证件才能上路 没办法 苏云只能明天再来取车 法拉利4S店门口外 苏总接下来我们去呢 林芷月带着疑问问道 都说了叫我名字就行 苏云洋装不满地笑着回应道 我们去南华街采购 林芷月翘脸一斗 老板 苏云 你是做什么的 那么有钱 想到苏云刚刚才让她 直接称呼名字 连忙改口 王妈 我是捡钱的 苏云转头看向她 神秘一笑 我怎么那么不信 林芷月撇了撇嘴 看到林芷月搞笑可爱的模样 她故作深沉道 社会上的事情少打听 有时候知道太多 并不是一件好事 说着便大笑往前走 南华街是江城 几条最繁荣的街道之一 位居城市中心地带 寸土寸金 人来人往 这地方客流量非常大 交通便利 知名度高 江城没有一个人 不知道这个地方 许多商店24小时都在营业 南华街起初是因为 这里有一栋南华大厦而闻名 南华大厦共40层高 每一层楼都宽达1200多平 当初修建这里的开发商 将大楼修建完成后 只租不买 所以整栋大厦老板 都还是属于一个人 这些年来 人们对于背后的神秘老板 也是十分好奇 但究竟适合身份 也一直没消息流传出来 作为一个著名的商业大厦 高级写字楼 这里自然是人们居之若物的地方 吸引了无数高端奢侈品牌集聚 对这个地方 哪怕苏云不关注这些 都知道这个地方 所谓人靠衣装 苏云虽然说对自己的颜值很自信 一时住行 谁又会不喜欢呢 进入南华大厦 里面灯火辉煌 装修施滑 两人直接往百达斐力手表 专卖店而去 来的路上苏云告诉林芷月 自己要买两身衣服 买块手表 走见店里一个 带着职业微笑的年轻女子 迎了上来 店里此时有一男一女 正在看表 男的一身西装 带有短短胡须 看上去四十来岁的样子 旁边一个二十六七的女子 长得还算不错 八十五分的样子 画着浓厚的妆 这个化了浓妆的女人名叫王燕 是一位名业 在朋友的介绍下 好不容易才跟眼前这个男人好上 在她的巧言另四下 男人今天答应她送她一块表 此时看上一块表 正准备买一下 听到身后服务员的声音传来 两人都回头看向苏云二人 林芷月作为一个职业经理 穿着得体 加上那漂亮的容颜 光彩动人 而苏云还是穿着自己 以前普通的旧衣服 看着苏云那一米八的身高 再加上那帅气的脸庞 几人甚至觉得 苏云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看着苏云二人走到柜台 那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快步走到林芷月身前 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急忙开口道 美女 你好 我是非凡科技的总经理周游 可以认识一下吗 周游看到林芷月的时候 就被林芷月美貌吸引住了 必须得承认 林芷月在她所见的美女当中 绝对是排行最前面的 同时她也对苏云羡慕嫉妒起来 身边有这么一个美女 甚至还可能是吃软饭的 林芷月被周游的举动下的一惊 没有伸手 只是出于礼貌地回应道 你好 随后就把目光看一下苏云 苏云对这一幕很无语 我就那么不起眼吗 不过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她转身跟销售员说起 你好 给我们介绍两款表吧 销售员带她到柜台边 柜台里摆满了名表 苏云看了一会儿 还是没找到满意的 这里面大多是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的表 你们这还有更好的表吗 苏云询问道 听到这话 旁边刚刚买了一块二十万手表的周游 跟王燕不由笑了起来 只听到王燕低声嘲讽道 某些人买不起就买不起吗 还在那里装什么 几十万的表都看不上 怕不是要上天 声音不大 但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 苏云 没有回忆 把目光看向销售员 销售员心里也犯嘀咕 不知道眼前这人是真有实力 还是寻开心的 她还是回应道 有的 请这边请 说着把苏云二人请到另一个柜台 这边的柜台 每一个柜台里面只有三块表 中间相隔区域非常大 很明显比起刚才所看的手表要高贵 林姐 你觉得哪块好看 林指月看了一会 只这一块表说 这一块不错 销售员立刻介绍起来 客人您眼光真好 这一款是我们 百达斐力SKYON6104P新工方钻款 手表301个独立零件组成 每个齿轮依旧以人手做额外的加工打磨 以符合百达斐力对内部工艺的坚持 表册则是由卡勒作华的十字形图案 搭配透明底盖 展现复杂机星级独特雕饰 另外手表内脏天空全景 将北半球最耀眼的星空 以独特的三层玻璃 分别为拥有同365支齿轮带动的透明表盘 天空图表盘及银河图表盘 以不同的速度转斗 产生射人心魄的景深及月亮的轨迹 精确显示出星体及月亮 在夜空中运转的穷仓全景 功临细细细欣赏 行了 就这款吧 苏云朗身道 一旁的周游二人 满脸震惊 一语不发 心想这小子出手这么阔绰 会不会装的 您好 先生已经包好了 一共是352万 让销售员提供账户 随后将钱转了过去 一阵播报声传来 您的账户到账352万元 销售员满脸春光地看着苏云 一出手就是几百万 眼镜都不戴眨一下 真是一位大佬 旁边的王燕听到也是目瞪口呆的 原本以为这个男人只是一位软饭男 没想到这没有实力 再看看身边的周游 一对比 苏云拿起包好的手表 林姐 送给你 哼 听到苏云的话 林芷月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不过很快恢复过来 轻声温柔道 你送给我干嘛 还能干嘛 有钱 任性 当你陪我逛街的礼物 苏云一脸不解风情地说道 震惊 咋舌 随便逛个街 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男人也太好了吧 全场女生向林芷月投去羡慕的眼光 尤其是王燕 快羡慕疯了 心里狠狠问道 为什么那个女人不是我 他看着这会眼里满是新型的销售员 开口问道 你们这最贵的表是哪款 我还想再买一块 还未缓过来的众人再次瞪大了双眼 瞠目结舌 店里最贵的表 要知道这家店可不简单 在江城这个繁华的城市 这家百达斐利专卖店 在所有售卖百达斐利专卖店里 是首居一指的 店里肯定不缺少镇店之宝 最贵的手表至少也要2000万往上走 旁边的周游也是董行的人 能随便买这里镇店之宝的人 可不是他能随意比较的 接待他们的销售员待了两秒钟 才反应过来 您好 先生你是要购买我们这里最贵的那款手表吗 是的 带我们看看吧 好的 麻烦你们稍等一下 说着转身走到一个小房间内 叫来了经理 毕竟售卖镇店之宝这种大事 肯定要有经理在场的 心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 仿若西式珍宝一般 戴上一双白手套 慢慢地打开盒子介绍起来 苏先生 这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 百达斐力6002G001 它的表壳是由一整块白金手工雕刻来的 要花100个小时以上 精美的黄金表盘 纯金的立体字 加斯 内建发廊复杂工艺 让其成为一块艺术品 而且这块表还重新定义了 超级复杂功能的概念 万年力 月相 陀飞轮 教堂终身三问 暴石装置 它应有尽有 在百达斐力180位顶级工匠中 只有两位工匠大师能制作这个型号 这款表在全国不超过20块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表王之王 看着了奢华的装饰 绝美的外观 苏云当起喜欢上了这块手表 可以 这款我买了 你开价吧 5000万 苏云二话不说 直接像刚刚的账户赚了5000万 付款成功 震惊 实话 没想到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来店里一回功夫 随随便便就花了快6000万 那可是6000万 在江城这座大城市 都够买几套房子 那是多少人一辈子也挣不到的数目 就这么一回功夫就花出去了 而且还是直接一次性就付清 可不是什么分期 可想而知这个人的身价 至少都是十位数起步 此刻王燕心里不是后悔 而是感到恐慌 自己刚刚那么的嘲讽 会不会苏云引来报复 脸上表情非常精彩 朱游此时心里也是五位杂陈 还以为苏云只是一个 毫无背景实力的普通人 没想到转眼间 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条蛟龙 随随便便拿出几千万的人 绝对不是自己能惹的人 想到自己还准备跟他抢女人 那不是毛坑里点灯吗 想到这 他连忙拉着王燕走到苏云面前 战战兢兢的说道 苏先生 对不起我为刚刚冒失去的行为致歉 还请您不要放在心上 王燕也急忙开口 对不起 苏先生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是我胡言乱语 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店里的几位销售员 此刻脸上都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苏云看向眼前的两人 很是平静的说道 你们说的对 谁又会跟小人过不去呢 说完便不管两人 两人连声感谢 灰溜溜的快速离开 经理此刻把那块重新封装好 交到苏云手里 还塞给了苏云一张店里的钻石会员卡 说凭借这张卡在店里可以久值消费 经理率领众多员工 还是热情的把两人送出店门口 接下来要买什么啊 我的霸道苏总 林芷月用苏苏的的声音打去道 买衣服去 不然下次我去其他店里 这种事还会很多 苏云很是无奈 这一楼就有服装专卖店 离这时来米就到了 两人刚走到店门口 一位美女服装销售员 录着期待的笑容 迎了上来 开口道 两位贵客 里面请 这是一家阿玛尼服装专卖店 阿玛尼是世界上服装品牌 排名前10的知名品牌 是世界八大红血品牌之一 苏云虽然不关注这些 但还是知道阿玛尼这个品牌 在好莱坞很长时间里都盛传这一句话 当你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 选阿玛尼就一定不会错 很多的国际知名个性 隐性 球星都穿过这个品牌 这个热情迎接的店员叫张力 刚刚在门口 他可看见百达斐力店门口 经理和店员热情相送的一幕 虽然他不知道在店里面发生了什么 让那些人那么热情 但是 只要看着他们手里的百达斐力袋子 就知道他们肯定不一般 至少绝对不是像他穿的衣服那样普通 先生 请问您想要购买的是西装 衬衫还是 我先看看 应该都会买一些 苏云回道 林姐 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等一下我买给你 林纸月心里一堆 她这是干啥 出来逛个街 买了块那么贵重表送给自己 还要送自己衣服 什么意思 难道是想包养我 苏云看着她 一脸纠结胡思乱想的样子 嬉笑道 林姐 你想什么呢 只是两件衣服 以后为我管理公司 可有你受累的 当做提前为你准备的福利 林纸月听到这话 一脸警惕地看着她 捂住自己的胸口 你想干嘛 我可没腰子给你个 苏云看向她用双手捂住的胸口 觉得她这副模样很好笑 就算有 你的腰子值几个钱呀 转身跟张力看衣服去 张力听到两人的对话 也是非常高兴 尤其听到要买一些衣服的时候 脸上堆满了笑容 自己今天这一单子下来 恐怕是相当于干一年的收入了 张力领着看那几件衣服 苏云听了她讲了一大堆 什么高级材料啊 裁剪大师手工制作 穿上去的舒适度高 苏云听了半天 直接让她在后面跟着记录 随后走在店里 手指指着店里的衣服 这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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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装 衬衫 体恤 鞋子 一共点了三四十件 店里的其他服装销售员 也被苏云这一幕震撼到了 这可是服装奢侈品店的衣服 不是买大白菜一颗两颗的 这年轻的帅哥也太豪气了 怎么不是自己服务啊 这一趟单子赚下来的提神 怕是够自己够工作几年了 其他人看到张力盲目记录着 眼巴巴地望着 心里满是羡慕和渴望 第七章五星级酒店 张力盲目并快乐着 嘴角上扬不知多少度 那是幸福的笑容 记好需要的服装后 张力将苏云请到休息区 苏云等待着林芷月挑选衣服 林芷月最终挑选了两套衣服 当她问起苏云时 得知苏云买了三十多件衣物 翻出了一个白眼 吐出一句话 丧心病狂 结账的时候一共付七百多万 苏云心里毫无波澜 就这 洒洒水都算不上 你们这可以送货上门吧 苏云开口问道 可以的 没问题 麻烦您提供一下地址 我们给您送货上门 张力立马要答应下来 开玩笑 几百万的大生意 送货上门还不是小事一桩 苏云提供了电话 地址 张力看到上面地址 云水湾一号别墅 惊呼出来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连忙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其他销售员听见也很是 震惊 实话 那可是江城家和地产的云水湾别墅区 虽然没住进去 但众人都知道住在那里的非富其贵 那里别墅至少都是上一起步 难怪眼前这个男人 买衣服就像买白菜一样简单粗暴 林芷月看到众人惊讶的模样 笑了笑 心想 要是你们知道 他住的是别墅之中的王者 六亿的别墅王 还不知道会怎样 不过他也想到 自己当初那一副模样 恐怕比起众人来不会好上多少 立刻震了震脸色 苏云看到店里这一幕不在意的笑了笑 可别送错地方了 说完便叫上林芷月向外走去 走在街道上 苏云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苏云 余额 990 191999 199 189359980元 体质 11 力量 11 命迭 10 精神 10 强化点 1 技能 消耗强化点 可添加技能 看着系统面板上那一长串数字 这消费速度不行呀 这么半天才画一个一 得加快速度消费了 江城国际酒店 创立于90年代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 成为江城最知名的酒店 这里历来是镇商贵药的首选地 接待的达官贵族 名流鼠不胜鼠 更是各类网红明月 真像前往的打卡的 走进江城国际酒店 服务员带着职业师微笑迎了上来 先生 您好 请问预定吗 没有 给我们来一个包厢 包厢很是宽敞 装修豪华而不适优雅 透过窗户 整个将近净收眼底 美不慎收 服务员拿着平板电脑过来 双手递到苏云手里 先生 您看一下需要什么菜 苏云打开手里的平板一看 菜类是分门别类分好的 而且每一道菜 别的不说 反正图片是做的挺好的 让食物看上去很有诱惑力 苏云随意看了几道菜品 不知道吃什么好 云 看向服务员开口道 菜单我就不看了 你给我随便上几道 你们店里的特色菜品就行了 我一会菜就上来了 服务员细心地介绍着 雪笋姜白鱼 鲍鱼会鱼吃 蟹黄会米饭 高汤灼白虾 香醇牛排骨 帝王蟹 松物 鱼子酱 我们店里的食材 从各个国家进口而来 食材储存保护 采用最先进的器具 以此来保证食材绝对新鲜可口 用最顶尖的食材 和最顶级的厨师 带给顾客带来 最顶级的味蕾体验 苏云看着眼前丰盛的菜品 吃了一口 果然不愧是江城最著名的酒店 味道鲜香可口 让人食指大动 回味无穷 想来 山珍海味也不过如此吧 一番吃饱喝足后 苏云叫来了服务员 美女 能不能叫你们经理过来一下 我有事想跟她咨询一下 服务员赵莎在这工作已经一年了 平时见过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她自然认得苏云身上穿的阿玛尼衣服 虽然她戴的手表不认识 但看手表精致的外观 就知道她非同凡响 绝对不便宜 由此可见 眼前的男人绝对不是一般人 苏云要知道她是这么想的 肯定是十分无语 苏云在服装店的时候 直接就换了一套新的衣服 刚买的百达斐力手表也戴上了 盒子让他们一道送回去 自己也懒得麻烦 听到苏云要叫他们经理 她有些惶恐地说道 先生 您是对哪里不满意吗 没有 我很满意 你让你们经理来一趟吧 苏云有些好笑地说道 此时经理办公室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一副标准的裹字脸 右腿搭在左腿上 桌面的茶杯冒出阵阵清香 她躺在老板椅上 听着次面沙发上男人的汇报 沙发上的男人名叫刘能 戴了一副眼镜 身材比较肥胖 戴有八字小胡须 老板 我们上个月的盈利达到了963万 比上一个月增长了12% 这个是已经扣除酒店的经营成本 食材费 管理费 人工费 水电费 之后所得的结果 这个是详细账本 您可以看看 说着拿出整理好的账本 递给了坐在老板椅上的男人 男人名叫莫山 正是这所酒店的老板 别看他脸上一脸和气的样子 可实际上却并不简单 他的财产在整个江城 都是排行前列的 这所酒店不过是他名下的财产之一 莫山今天之所以过来是想看看账户上能取出多少流动资金 最近手上有一个新的项目投入 是一个能赚大钱的项目 但钱越投越多 现在正急需一笔资金注入 就酒店盈利的这一千万 是远远不够的 项目的投入不能间断 否则只能亏本 功亏一亏 想到这他脸上闪过几丝苦恼与惆怅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近来 刘能发出声音 赵莎看到老板坐在那 心中背呼 怎么老板也在 希望没出什么问题 他连忙跟老板和经理问好 然后说道 刘经理 有一位顾客说要见你 有事情要向你咨询 你看你要过去吗 在老板面前 肯定不能放过这个表现机会 刘能当即说道 带我过去见见他们 刘能来到苏云所在的包厢 礼貌问候 这位先生 是店里有带慢支柱吗 如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海涵 不是 招待服务都很好 是另外有事相伤 刘经理 你能联系你们酒店老板吗 不知道他这所酒店有没有出售的打算 有的话 我打算买下来 苏云雨不惊人死不休 第八章拿下 全场安静 罗真可闻 震惊 实话 刘能是彻底愣住了 表情错了 原本是以为这个顾客 对服务或者食品有什么不满 哪能想到居然是想购买酒店 他不是没想过苏云是逗他玩的 但看着他的穿着一身名牌 那可不是假的 更重要的是 苏云左手上戴的手表 有一次他陪老板去买手表的时候 看见过店里的经理拿出来过 只不过没买下来 那手表可不是区区几十万 几百万的是 那可是价值五千万的手表 他相信自己绝不会看错 一个把几千万随便穿搭在身上的人 他的身家肯定非同一般 就算刹那至少也是几十亿起步 他相信苏云没骗他 真的想要买酒店 刘能深吸一口气 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先生 您确定想要购买我们酒店吗 确定的话 我可以去问一下我们老板 刚好我们老板今天在酒店 他没发现的是自己的语气 都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恭敬起来 确定 你去吧 苏云认真地回答道 回到经理室 他立刻向老板汇报这一情况 老板墨山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当他听到外面有一个年轻人 想要买自己的酒店的时候 激动用手地拍了下桌子 想不到瞌睡来了 正好送个枕头 自己这两天还在着急 新进行的项目 找不到钱去填补那个窟窿 没想到救星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急忙说道 想要购买酒店的人在哪里 快带我去见见他 苏云在包厢等着 这时看到刘能领了一个人进来 刘能落后那人一个身位 他也看清了进来这位国字脸的男人 一身西装 周围仿佛有一圈无形气场 不怒自卫 墨山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竟然这么年轻一个人 不过酒精商场的他心里 可没有丝毫轻视的意思 只见他充满效益热切地打招呼 小兄弟你好 比人正是这所酒店的老板 墨山 苏云打亮眼前的男人的同时 也带有笑意地说道 你好 我是苏云 我听刘能说 苏兄弟你想购买我这所酒店 是的 不瞒墨老板 我在这吃了一顿饭 非常喜欢这里的口味 这里位置风景都不错 不知墨老板能否割爱 苏云带有期待地询问道 既然苏兄弟快言快语 那我也是话实说 原本我也挺喜欢这座酒店的 也没想过卖酒店 只不过最近手里的另一个项目 需要一笔资金就及 今天刚兴趣来朝过来酒店看一下 没想到苏兄弟就过来买酒店了 看来这缘分是注定的 哈哈 莫老板说笑了 那就多谢莫老板忍痛割爱了 苏云笑着回应 好说好说 苏兄弟我可丑话说在前头 这笔钱我可要现金 没办法 目前一个项目实在吞钱 墨山带有一丝苦涩说道 苏云一听 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金那还不是小事一桩 现金就现金 都是小事苏云脸上很失自信 墨山经过深思熟虑 爆出一个数 40亿 可以的话 你就拿下 相信苏兄弟你对我这酒店也有所了解 这位置 这酒店的规格 我也赚不了多少 苏云一听乐了 心想歌是在乎那40亿的人吗 都是小钱 终于有一笔稍微大点的消费了 苏云带着笑容 没问题 40亿就40亿 你让人去准备合同吧 墨山听到这话顿时惊了 不由地重新审视起苏云来 在江城随随便便拿40个亿 不带眨眼的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莫不是哪个大家族出来的人 他立马加强了想要与苏云交好的决心 旁边的刘经理更是惊讶 还有一丝不安 没想到一会功夫 自己竟马上要换个老板了 心里直打转 苏云这个老板上任 不知会做如何改变 自己的薪资福利待遇 自己的岗位是否还能留住 没想到一下就变天了 世事无常啊 另一旁工具人 林芷月早已震惊不成样子 表情呆滞 自己是跟了一个什么人啊 感觉这两天自己震惊的次数 快赶上活过的20多年岁月 这苏云实在不按常理出牌 出手神秘大方 一个字豪 两个字很好 总之豪无人性 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 过了一会 刘经理拿了两份合约进来 苏云直接让芷月看了起来 林芷月确认无误后 双方开始签约 苏云拿出手机一顿操作 自然是打开系统面板 朝墨山提供的账号 赚了40亿过去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墨山接起电话 脸上带了一丝激动 想来事前到账了 苏兄弟做人做事 果然雷厉风行 以后这座酒店就是苏兄弟的了 苏兄弟 你我一见如故 我赤长你几岁 以后我就叫你苏老弟吧 苏云听到墨山这话也挺高兴的 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 自己虽然不缺钱 但对市场方面 人脉关系方面还很浅薄 多认识一些人 总没坏处 而且这墨山实力雄厚 自己也不吃亏 他带着高兴的笑容 那以后麻烦墨老哥多照顾了 随后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墨山将苏云拉到一个群里 群名叫做江城商业圈 这个群可不简单 群里都是江城牌的上号的富豪 加上新加入的苏云 群里总共也不过35人 墨山是里面的管理员之一 一进群有几个 看着群消息的人产生了疑问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群 但苏云以前在商业圈里 一点名气也没有 都没人听说这号人 有人发问 苏先生在哪高就 做什么的 以后方便合作 苏云打字回到 目前无业游民 正准备开一家公司 看到群里消息 墨山知道有人怀疑苏云够不够资格 苏老弟太低调了 你哪是无业游民 刚刚40亿买了我的江城国际酒店 看到这消息 群里立刻停止议论 一下就拿出40亿的人 至少是几百亿身家 群里小偷明瞎暗暗的道 又来了一位大佬啊 随后 苏云又跟墨山闲聊一会儿 然后 墨山直接离开了 苏云看着眼前债利的刘能 刘经理审视起来 刘能在苏云的目光下 感觉自己变得紧张起来 不由微微低下了头 第九章杀包大的拳头 苏云看着生前的刘能经理 又转头看看林芷月 微笑开口道 刘经理不必紧张 酒店以前是怎样 现在还是怎样 依旧是你来管理 你的职位和待遇都照旧 我希望酒店不要出现 什么不好的事情 否则我不建议大刀过斧改变一下 苏云眼里闪过一丝利涩 刘能立马拍着胸扑说道 苏老板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替您管理好酒店 绝不让酒店出现一点差错 那就好 我自然是相信刘经理的能力 苏云虽然不了解刘经理的能力如何 但想来应该是不差的 自己对酒店管理方面不太懂 身边也没什么人才可以顶上去 让刘经理继续管理酒店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林姐 你跟刘经理对接一下账务 各方面的内容 我的酒店可以是交给你了 苏云笑道 林芷月撇了撇嘴 苏苏麻麻的说出 知道了 我的苏大老板 江城国际酒店门口 将林芷月送上车 看到出租车离去 看一眼时间 已经晚上8点多了 这一趟时间够久啊 天都已经黑了 苏云暗自感叹 她来到河岸旁 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苏云 余额 999万19952 189359,980元 体质 11 力量 11 命接 10 精神 10 强化点 41 技能 消耗强化点 可添加技能 看着系统键盘 她心里一阵舒畅 终于有强化点可以用了 苏云把注意力都放在系统上 没注意到两旁有人为了上来 兄弟 借个火 其中一个人说道 苏云这才注意到 有人过来还把自己给围住了 左右两边各两人 不留一点退路 这几人 一看就是那种刀上混的 头发留得很长 衣服随意穿大坦凶鹿腿 嘴里叼了一根烟 手臂上还纹着自以为很潮的纹身 眼神很是桀骜 苏云面色一紧 先是一慌 随后转念一想就安定下来 自己可是有系统男人 慌啥 这时她看到系统技能纳兰 出现一个提示 格斗技巧可添加 是否添加 苏云心里很是诧异 这系统怎么人性化的吗 缺啥来啥 难道技能靠清紧触发 想着 却没停止行动 立刻添加了格斗技能 强化点减少一点 技能栏显示 初级格斗技巧加 苏云接着继续点了三下 中级格斗技巧 高级格斗技巧 消耗了三个强化点 升级为神级格斗技巧 技能后面的加号也消失了 苏云明白这是无法再升级了 这是头脑里突然冒出 许多关于格斗方面的 知识技巧 出拳 踢脚实际 发力技巧 人体一些脆弱部位 如何让人失去战斗力 与此同时 他看向剩余的37点强化点 决定留下9个强化点 以备不时之需 剩下的28的强化点 平均加在那4项基本属性上 每一个属性加7点 苏云相信综合全面发展 会比单一属性的突出要好 现在社会都提倡综合发展 综合实力提高 个人综合发展肯定没错 仿佛有蚂蚁爬过 痒痒的 而后便是一阵温和清爽的 气息在体内流通一般 一瞬间苏云感觉 自己肌肉线条都变得更紧致 双手并冷捏成一个拳头 一股远超先前的力量传来 苏云知道 问了 再无后顾之忧 看着系统面板 宿主苏云 余额 999199952 189359,980元 体质18 力量18 命迭17 精神17 强化点9 技能神机格斗技巧 看着系苏云发呆 几个人交流起来 这小子难道是个傻子 其中一个穿着红衣服 一头黄发的男子 忍不住开口叫嚣道 小子 你听不见老子 在问你话是吧 是不是找打 苏云回过神来 淡定的笑着 活我没有 但我有其他的东西 你们要不要 黄头发男子 看着他这副模样 以为是苏云害怕了 在讨好自己几人 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样你把你的手表 交给我们 这事就两亲了 以后我们照着你 表情很是放肆 原来你们看上这块表了 这个表可是我今天 刚花五千万买的 可不能给你们 苏云装作傻乎乎的说道 几人一听手表 价值五千万 瞬间气血上扬 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们知道苏云的手表很值钱 但没想到那么多钱 从苏云的穿着打扮 以及气质来看 他不可能带假货 就算值不了几千万 值几百万 搁几个也发达了 几人很是兴奋 给不了手表 那你能给什么 不给 小心我们揍你一顿 苏云善善笑道 大的拳头 臭小子 竟敢刷我们 兄弟们 揍他 几人恼羞成怒 朝苏云冲了过来 可是这几个小昏昏 怎么能是苏云的对手 苏云脚下一动 一个剑步冲向左边 五指冰冷 一个拳头迅速地朝左边 一个人胸口打去 苏云一拳打在那人的身上 拳头微微颤动 只是听到那人惨叫一声 直接飞出一米远 另一人攥紧拳头 直接攻向苏云脑袋而来 眼看着马上打到 苏云脑袋一片 身形转动 快速躲过 然后抬起一脚 一个横批直接扫在 左边另一人的肚子上 又飞出两米 瞬间那人失去战斗力 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两人被一秒扣 背后还准备朝苏云下手的两人 一瞬间胆战心惊 心神剧烈 看着自己躺在地上惨叫的同伴 哪里还敢出手 心里哀嚎 到了血梅 这是什么人 怎么这么深闷 自己等人还去找他晦气 自己几人平时打过不少家 还没见过谁一拳能把他们干趴下 瞬间丧失战斗力 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 看上去人畜无害 谁能想到一只小白兔 突然变成一只大老虎 苏云转头看向小心翼翼的两人 眼里闪过一丝狠色 这几人也太不惊打了吧 我都还没用力 就倒下了 剩下的两人看着苏云向他们看来 直接吓得跪在地上 用手抽起自己耳光来 嘴里连忙解释道 大哥我们错了 你饶了我们吧 啪啪啪 一阵声音响起 也懒得再跟他们计较 下次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苏云转身潇洒离去 第十章美丽邻居 折腾了一天 回到家里洗漱一番后 躺在了大沙发上 这才过了两天 生活跟以前完全变了一个样 苏云感叹着 正在思考人生的时候 叮叮叮 一阵门铃声响起 苏云感到一问 是谁呢 自己的朋友应该没谁知道自己在这的 出零纸约 但他此时应该在家才对 打开门一看 一位穿着家具休闲服的年轻女子站在门外 着装虽然普通 但是丝毫不影响她的颜值 一头长长的青丝 结白如雪 不湿粉袋的脸上找不到一点瑕疵 伴随一双疑惑好奇的大眼 女子身高一米七左右 可能是由于服装的原因 身前显得特别突出 苏云呆了两毛 缓过神来带着一问问道 你好 有什么事吗 不只是苏云呆了 秦婉言也呆住了 他没想到新班进来的住户如此年轻 还以为至少是一个30岁往上走的中年人 他今天过来是想认识一下这位新邻居 能住这样别墅的人 实力肯定不会差 自己当初也问过这一栋一号别墅 结果要整整六个亿 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 买了旁边三个亿的别墅 与这样的人打好关系 那是百列而无一害的 说不定以后可能在生意上会有所来往 秦婉言也是酒精商场的人 很快回过神来 打着招呼 你好 我是秦婉言 是你的邻居 我就住在隔壁 说着用玉手指了下旁边的那栋别墅 苏云瞬间了解 原来是来串门的 她面带微笑开口道 原来是邻居 不好意思 昨天刚搬过来 还没来得及拜访你 我叫苏云 秦小姐 要不要进屋坐一下 谢谢 我是来恭喜苏先生搬家的 祝贺你乔仙之喜 这是我的礼物 还请收下 说着 请婉言递过来 手里一直提着的一瓶红酒 嘴里说到苏先生 这是一支1986年罗曼尼康蒂 希望你会喜欢 苏云看着这瓶酒 罗曼尼康蒂 她也知道这个品牌 这支酒恐怕价格不菲 不过她还是打算接过来 毕竟这是人家的一片好心 自己改天送礼物回礼就行 反正都是小钱 苏云接过这瓶酒 微笑地回应道 多谢秦小姐费心了 然后两人随便地唠嗑几句 秦婉言就回去了 回到屋里 苏云打开手机查了一下 这瓶红酒果然价格不低 居然要30万一瓶 虽然30万对自己是小钱 但毕竟是人家的心意 也算欠了一点小小的人情 苏云打算改天看到啥不错的礼物 直接回礼给她 这时手机响了一下 是群消息 有人在群里艾特自己 苏云打开一看 一排排消息 直接99家 苏云有些好奇 群里到底在发什么 把消息从头看到尾 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再过几天 就是大家毕业一周年了 班长杨少林 在组织毕业周年聚会 在群里询问 哪些人毕业没有回老家 还在江城 打着的口号是 让大家一起聚一聚 联络联络感情 整合一下身边的资源 看能不能互相帮助一下 这个班长杨少林 平时就跟苏云不对付 在学校里杨少林 虽然身为班长 但是却处处被苏云压了一头 就连那个班长的位置 要不是苏云不感兴趣 恐怕当时还落不到她头上 比颜值苏云是校草级别的 而杨少林只比普通水平强一点 比成绩苏云次次都是班上第一 比球技那也是碾压她 最重要的是杨少林 在大学期间喜欢一个女生 可那个个女生对她不感兴趣 反而是喜欢苏云 并对苏云展开疯狂的追求 但苏云一直没有答应 长次已久 杨少林就越来越看不惯苏云 跟苏云对着干 杨少林此刻就在群里疯狂爱客苏云 问苏云这个周末去不去参加聚会 苏云也知道她的小心思 这杨少林家境不错 远不是之前的自己能比的 家里财产估计有几个亿 这次安排聚会 肯定是想嗅嗅肌肉 露一下自己的实力 在苏云面前装笔 找回以前的场子 苏云对这种聚会可不太感兴趣 苏云还是在群里回了下 看情况 随后艾特了自己大学的好朋友 谁有孙良 问道 孙良你去不去 孙良可是自己大学期间的 唯一一个好朋友 四年里 一起吃 一起玩 一起打篮球 一起打游戏 两人说话很合得来 而且两人都是出身在普通家庭 有很多共同语言 自然而然的成了好朋友 自己也好久没见过这位好朋友了 这次要是他也去的话 句一句也是可以的 群里平时几个跟杨绍林 走得很近的人 在艾特着苏云 帮他试探军情 问着苏云出来以后 再做什么工作 收入咋样 需不需要帮忙 苏云联想到自己最近的遭遇 回了一句 挺倒霉的 最近刚被公司辞退 刚刚换了一份新工作 确实也是这样 刚被公司开除 换了新工作 那不就是自己当老板吗 几人假惺惺的安慰 苏云 你那么优秀 他们还辞退你 那是他们不识货 是他们的损失 后面带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 好朋友孙良终于回消息了 我可以去 你要去的话 我们就一起去拒绝 疯 那聚会我报名一个 聚会的活动费用 每个人预算多少钱 钱给谁 苏云在群里问道 这时班长杨绍林发出消息 这次聚会 大家有时间的都可以来 我个人全力承担 此次活动费用 大家只要来吃喝完了就行 这句话一发出 群里立马沸腾了 真的吗 杨绍威武 班长大气 杨绍牛比 以时间群里 苏云看到这一幕 暗叹着杨绍林家里 不愧是经商的 这一首首买人心 确实玩得不错 不过苏云也没多想 毕竟如今境界不同了 看着系统面板上 那一长串数字 那就是自己底气的来源 在这个世界上 相信没有人 能用金钱让自己低头 自己也不需要 再为金钱而低头 第十一张云顶事迹 躺在床上 苏云想到他自己 被公司开除都过去两天了 俗话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可是苏云兴奋一句话 有仇不报非君子 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就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原本想要在微信群 江城商业圈里了解一下 之前那家公司所在的地盘 是哪位老板的 打算直接买过来 不过已经很晚了 群里也没人说话 晚上也不好去打扰别人 苏云决定明天再问 自己之前所在的公司 是一家游戏公司 在里面主要负责游戏运营 宣传推广 这次与上司发生矛盾 是因为自己策划宣传出方案 四处奔波 到处蹲点 一遍又一遍地去寻求 那些宣传公司 知名博主合作 以极小的付出 让公司这款游戏名声大造 取得巨大成功 同时也为公司节省下 几百万宣传费用 原本以为等待自己的是 升职加薪 没想到功劳全美 自己的主管徐冲占据 在他们这个部门 一起聚会的时候 从一位同事的口里得知 公司奖励了徐冲30万 然后自己一分钱没有 只是整个宣传部门 来一起吃个庆功宴 就啥也没了 这是换谁身上也不服 关键这也不是第一次 其他同事或多或少 也有被他领功的经历 不过徐冲总会给他们一点汤喝 拿出一点好处给他们 换到自己身上 什么也没有 因为那徐冲看自己是个新来的 所以连一点汤都不留给自己 还明其曰 新人就该多锻炼锻炼 多谦虚向老前辈学习 是在免费传授苏赢经验 这种是在苏赢身上发生过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 俗话说事不过三 迷人还有三分活气 这次苏赢直接爆发 在办公室跟他大吵一顿 闹到了公司老板面前 但徐冲是一个老员工 跟了他很久 他自然是偏向徐冲的 毫无疑问苏赢被公司开除了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想到自己前两天经历的这一切 自己一定要让徐冲 跟那个老板付出代价 苏赢眼里闪过一丝利丝 另外 自己的消费计划也该提上日程 该行动了 平静一会儿 苏赢拿起手机 打起了林芷月电话 鬼使神差地点了个视频电话 那边的林芷月 还以为苏赢有什么要警示 晚上十点了 还给自己打电话 立马就接通了 视频里林芷月穿着粉色睡衣 一双卡自蓝大眼下 有着绝美的容颜 兴许是他一下急着坐立起来 身前露出大片雪白 苏赢看到眼前这一幕 眼镜都快直了 小声嘀咕一句 好大 好白 对面林芷月看到他这副诸葛样 连忙反应过来 立刻用手住胸口 一下变得面红耳赤 咬着银牙说道 这么晚你打电话来干啥 是想占姐姐便宜 苏赢听到这话 善善道 林姐都是误会 误会 我准备开一家投资公司 全权交给你管理 明天就麻烦林姐去办理一下证件 公司名字就叫做云顶世纪 前期注册资本 我先投一百个亿 后面会不断增加 对面的林芷月呆住了 你说多少 一百亿 没错 稍微平复下来的林芷月 不自信开口道 要不你换个人来管理吧 这么多钱 这么大的公司 我怕管理不过来 我也没这方面的经验 万一哪失误了 这么大笔钱 我怕自己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到时候我怕把我卖了都赔不起 林姐 我完全相信你的能力 我也相信我的眼光不会错的 再加上又不是只让你一个人管理公司 你可以找一批管理人才 组建属于我们公司的团队 这只是刚刚开始 后面我会不断投入资金的 苏云耐心的说道 林芷月都快麻木了 吴她 这个老板太好了 看着电话里冷角分明的苏云 就像一个漩涡一般 让人产生浓浓的好奇心 不断陷进去 这一个林芷月知道以后的生活绝不平静 也激发了自己心底的好胜心 哪个人又不渴望活出精彩的人生呢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林芷月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帮助苏云管理好公司 不辜负她的信任 清晨 苏云睁开眼一看 都已经九点了 林芷月找的两个管家也来了 随便吃了一点早餐 法拉利4S店 已经把法拉利拉法英送过来 现在正见齐全 可以上雾了 在门口签收车的时候 正巧邻居秦婉延出门 看到苏云门口的法拉利拉法 秦婉延不由砸舌 她自然知道这辆车的价值 对苏云的实力评价在上一个台阶 这个新邻居很不一般 两人打过招呼问候一下 秦婉延便离开了 看着眼前英姿萨爽的法拉利拉法 苏云迫不及待地坐了上去 启动 发动机传来一阵轰鸣声 V12的引擎轰鸣声 哪真是堪比一首美妙动听的音乐 这时系统中也传来一阵声音 是否添加驾驶技巧 添加 苏云在脑海中回应道 系统技能栏多了一个初级驾驶技巧家 苏云又消费了三的强化点 直接把驾驶技能升级为 神级驾驶技巧 脑海中传来一阵知识信息 包含各种工具的驾驶技巧 不单单只是汽车 现在就算是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在面前 苏云相信自己也能熟练地操作 开着法拉利走在大道上 升级为神级驾驶技巧后 苏云感到汽车融为一体般 可以熟练掌握每一个地方的细节 控制汽车就像操作自己的双手一样 灵活准确 操作自如 苏云行驶在行人车辆较少的大道上 正在体验驾驶的乐趣 原本没想那么招摇 还是迎来了一阵阵的关注 卧槽 你看那是哪缓车 这是哪位大哥 我靠 好像是法拉利拉法 我靠 还是第一次在江城看到这辆车型 这是哪位大佬 真的牛逼 路过的司机看到法拉利拉法 这一炫酷的车辆后 不少人纷纷掏出手机 拍下苏云这辆车行驶的模样 不少人发了朋友圈 今天在路上看到一辆神车 兄弟们 来见识一下 有人发抖音 神车突现江城 不知道是哪位大佬来了 苏云行驶在路上 前面的车看到了苏云 纷纷减速让行 苏云不有感叹的 这神车果然自带退避效果啊 第十二章准备买楼 要是别人知道苏云的想法 那肯定得狠狠吐槽 别的不说 只是车上的欧过红病猎马 就足以引起人的重视 更何况一看苏云这车 酷炫别致的外观 就知道这个车 肯定不是一般的法拉利 要是不小心跟他来点亲密接触 随便摩擦一下 恐怕一年都白干 哭都找不到地方哭 只能远离他 保持安全距离为妙 开了一段距离 体验了一波驾驶快感 但还没完全过瘾 因为没能完全发挥 自己神奇驾驶技能的作用 也没有享受到速度的快感 苏云想要有朝一日 能体验一波速度 与激情那种快感 回到家里 有哪位老板知道 平阳大厦是谁的资产吗 有点是想咨询一下 苏云在商业圈群里问到 是平阳大道那边的平阳大厦吗 那个好像是 杨超杰安老板的产业吧 群里有人回复说 苏老板准备在那里租房吗 差不多把苏云 没有在群里 直接说想要买下来 那样太高调了 万一来别人的反感 得不偿失 自己可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过了半个小时 群里一个被住民阳超杰的人 回复说 平阳大厦确实是我的产业 杨超杰正在商谈事务 刚刚谈好一单生意 拿起手机一边 看见群里苏云在问 她想到 苏云估计是想租用办公楼 毕竟自己那栋写字楼 地理位置很好 房华地带 商业急剧 很多人排起长队 都想在自己的平阳大厦里 租上几间办公室 原本租房这种小事 是不用自己过问的 不过苏云可是 墨山亲自拉进群里的 那墨山身价比自己还高 而且还把江城国际酒店卖给她 这苏云必定不简单 跟她交好 有意无害 这才亲自回应 苏云看到杨超杰在群里的回答后 直接加了她微信 亲切有好寒暄的几句 才进入正题 杨老板 猫妹问一下 你这平阳大厦卖不卖 你是指一层楼还是一整栋楼 整栋 这个我这还没有出手 这栋大楼的打算 杨超杰回复道 我跟平阳大厦里的一家公司 有一些矛盾 这件事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我想买下这栋楼 给他们一点教训 苏云说道 这里面还有人敢惹苏老板你啊 需不需要要我帮你解决 杨超杰想到 在自己平阳大厦里的公司 有名气 有实力的 自己都差不多了解 没什么巨无霸 自己惹不起之类的角色 要是帮助苏云这个来历神秘的老板 得到他的一次人情 绝不亏本 一苏云那开口就要买下 平阳大厦整栋楼的魄力 那家是视力肯定不简单 况且前不久才买了40亿的酒店 现在又想买自己的商业写字楼 一次性能拿出那么多钱 那身家不会比自己差 谢过杨老板 有些事 必须要自己亲自动手才行 你开个价吧 价格不是问题 这样吧 你给办的小时时间我考虑一下 杨超杰回复道 半小时后 苏老板 原本我是没出售平阳大厦的一死约 我看你确实很想购买这栋大厦 君子成人之美 我又怎能阻止你呢 一口价 60亿 如果苏老板觉得价格合适 我就忍痛割爱了 见苏云没有回复 他又补充道 我这平阳大厦也是江城的著名地标之一 位置优越 平阳大厦建筑面积有6万多平 内部空间广阔 实不相瞒 整栋楼每个月租金收益就高达1000多万 如果不是苏老板你实在想要 我是不舍得出手的 没问题 杨老板就按照你这个价格 看着杨超杰的答复 随意笑了笑 自己刚才只是没看到消息而已 没想到这杨老板以为自己是在乎价格 苏老板 你是准备分妻支付还是一次性父亲呢 一次父亲 省得麻烦 看到这话 杨超杰忽然觉得自己将平阳大厦卖给苏云 卖了一个小人情是值得的 一次性掏六十亿不眨眼 这身家家估计得几百上千亿了吧 他在心里暗暗揣摩 估计这苏云是从地度 魔都这种大地方来的 毕竟潜水养不了蛟龙 我这边要整理各种资料 办理手续 可能要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正式签订交易合同 杨超杰说道 苏云立马回复道 没问题 你准备好随时联系我就行 我随时都可以 人 闲着无事 苏云又在群里问 哪位老板是做车的贸易生意 可否私聊一下 果然 一会儿一个人就加了苏云微信 备注是车行陈天亮 陈天亮家里做的就是车辆贸易 跟许多国际知名品牌商达成了合作 家里的4S店遍布整个将城 在全国也有多家分店 不客气地说 江城80%的名车是来自他手下 作为江城的大佬之一 自然也在这个群里面 而这个群里也是他重点关注的客户群 里面的都是身家丰厚的富豪 要想说消费 群里这些人是最有资格的 他自然也知道 苏云前不久刚消费了40亿 买下了江城国际酒店 这种人缺钱买车嘛 那肯定是不缺的 看到苏云发的消息 他就明白生意来了 两人打过招呼 你能弄得好的跑车吗 苏云自然不明白陈天亮的能量 陈天亮看到苏云的问题 明白苏云不了解自己在江城车行的能力 便解释了一番 还说得到在江城 如果我都搞不到的车 那别人也不可能搞到 了解后苏云直接说道 我想订几款知名跑车 价格越高越好 只要你能买来我都要 当然档次不能低 低于2000万的都不考虑 上步封顶 陈天亮心中一斗 明白苏云是个大客户 喜欢名贵跑车 不缺钱 这就是最好的客户 心里很是高兴 立刻答应下来 苏云问须不需要押金时 陈天亮直接说不用 还说相信苏老板的人品 不是差那两个小钱的人 开玩笑 在这个群里的人 谁能缺那两个买车的钱 第十三章浪里小白银 安排好这一切 苏云突然发现自己没什么事可做 打开了行包 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慢慢地打开了一个脑海里 记忆深刻的网站 每个人都必不可少 4399小游戏 直接开了一波 坦克大战 结束之后 苏云又打开了网址荣耀 看着自己的账号 以前都没怎么买皮肤 现在肯定要体验一下 各种皮肤的手感 没有一点疑问 苏云直接冲了5万 一下变成尊贵的V10玩家 史诗皮肤 神话皮肤 统统拿下 玩了几把游戏 苏云发现自己比以前 操作技术强了不知多少 对局势的判断 游戏思路都有了 成倍提升 你以为皮肤的作用 那是系统的强大 苏云想了一下就明白 有了系统之后 自己的各项身体系数的增加不少 敏捷属性的加强 让自己的反应快 操作更灵活 而精神系数的增加 让自己头脑思路更清晰 更直观 这直接就让苏云的游戏天赋提高了 要是此刻让自己做一个游戏主播 肯定毫无问题 至于游戏之巅 巅峰第一的宝座 只要自己想 估计是轻轻松松 手道擒来 没想到 这些身体系数还有这种作用 不过也很正常 自己的身体力量 身体素质不演示一下就增加了吗 苏云带着蜥蜴的目光 也愈加期待自己身体变强 也好奇能到达哪一步 晚餐后 苏云打开手机打算看看直播 在直播界最火的有三个软件 分别是 抖音 小鱼直播 猫牙直播 三个软件都有自己的次重点 当然其中最火的 非抖音莫属 每一个软件苏云都有 平时也喜欢在上面看一些直播 不过大多时候都是白嫖 毕竟自己以前手里也不阔绰 今天苏云打算给人家补上门票 苏云首先在各个IP上改了一下名字 把以前的老土名字换掉 全部改为 让你小白鱼 打开了抖音APP 准备开刹 关注里面点了一个进去 正在网友互动 这个主播平时喜欢拍一些搞笑段子 苏云平时挺喜欢看这个主播拍的段子 以前每天辛苦工作一天 回来看她的视频 因为她拍的视频非常解压 能让人开怀大笑 释放压力 这个主播差不多有300万粉丝 而话不说 嘉年华直接走起 这直播正在跟网友唠客 突然看到屏幕嘉年华特效飘了出来 顿时惊了 人来视作者的 立马站立起来 大声激动地喊道 谢谢 我浪里小白云大哥送来的嘉年华 谢谢大哥 直播看着他吹水的观众们 疯狂刷着弹幕 666666 大佬牛逼 主播好起来了 没想到大佬也喜欢看你吹水 直播间嘉年华特效一直没停过 20个 100个 300个 600个 苏云接连刷了1000个 然后实懒地点了才停下来 卧槽 门了 大佬 那个主播看到苏云一次性刷了这么多 脸激动得通红 高兴得疯狂挥舞着双手 疯狂呐喊着给大哥浪里小白云点点关注 那可是是1000个嘉年华 每3000块一个 在这个直播间直接砸了300万 在抖音上 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大哥了 更别说自己遇到 这一次直播能比得上自己辛辛苦苦 干好几个月的收入了 换谁来 不兴奋激动 这个直播间的热度也不断攀升 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看热闹 这也不是在打PK啊 其他人家还好奇这个直播间为什么这么火爆 直到看见那1000连发的嘉年华 就懂了 看着直播间火热的场面 苏云退了出来 又陆续点金了 自己以前偶尔会看他们视频的几个主播的直播间 每次进去都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跟进第一个直播间差不多 每个直播间苏云都直接发送了几百发嘉年华 里面发生画面都是一样的相似 每一个主播都兴奋又激动 里面每一个主播不会让人点关注 苏云对粉丝量不在乎 依然有了50瓦粉丝关注 其中一部分是在各个直播间里 主播的宣传下帮忙点的 还有很大部分是想来看好戏的 他们想看苏云的界限在哪里 随便一个直播间都是几百个嘉年华直接刷 这也太好了 有一些粉丝还是一个直播间就跟着苏云游走 他们亲眼看见苏云一晚上刷了几千的嘉年华 真正的日刷千万 这可不是千万英了 实实在的几千万元 这等大佬平时都是自己渴望不可及的 现在能跟随他 看他一顿操作 那感觉就像是自己也刷了上千万一样 对苏云产生膜拜 以至于苏云后面每进入一个直播间 直播间都会被疯狂被跟着自己进入直播间的人宣传 浪里小白云大佬驾到 诸神退避 浪里小白云大佬驾到 快快接驾 我敢断言 直播间马上疯狂 大佬666 只是晚上几个小时 苏云的粉丝关注量就达到了300多万 恐怖如四 这一晚 苏云彻底火了 第二天打开抖音app 抖音热搜榜上排名第一就是神秘大佬浪里小白云 后面还有几条热搜 是关于速银的 许多视频博主连夜赶工 力求知道这波流量热度 见面浪里小白云身份 大佬一夜豪志几千万 为哪办 抖音涨粉最快的人 有的视频内容 是这样的 抖音最豪气的人 浪里小白云 昨晚突然凭空出事 这一次出手之前没有一点消息 进入第一个直播间就刷了1000的嘉年华 随后更是频繁跳跃 进入了好几个直播间 无一例外的是 每个直播间他都刷了上千嘉年华 据不完全统计 昨天这位神秘的浪里小白云 刷了8000多个嘉年华 价值高达2500多万 你可以想象他有多好 无数主播都在期待着浪里小白云的降临 因为他出手从未让人失望过 抖音上发生的一切 都与苏云无关 因为他刷得实在太累 正在与周公下棋 第14章百灵鸟 睡了一觉起来的苏云 打开抖音看了看 没想到打开一看 全是关于自己的视频 那不正是自己在直播间里刷着嘉年华的画面吗 再看看抖音热搜榜 好家伙 好几条关于浪里小白云的信息 热度都快破译了 苏云心想 我这事不是太高调了 不过我也很无奈啊 自己也想低调一点 实力他不允许 那么多钱 不就是拿来消费的吗 再看看自己的抖音关注数量 已经破700万了 这些网友太热情了 不仅如此 苏云还看到了许多人跟着模仿自己的名字 什么浪里小白龙 浪里小白嫖 浪里小龙虾 浪里小黑土 苏云都给看笑了 这些太有才 白云 黑土都出来了 怕不是小品看多了 杀了会抖音 吃过午饭 林芷月和杨超杰那边都没什么信息传来 自己也懒得清闲 掏出手机 打开番茄小说 苏云也挺喜欢看小说的 最喜欢在番茄小说这个IT上看小说 在这上面想要看的小说 基本都能找到 自己以前就是在好朋友孙良的推荐下 才到番茄小说IT上看书的 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 彻底喜欢上了 在番茄小说上 有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作者 名字叫做 我必封神 你瞧瞧这名字 从这名字中就可以看出作者之向远大 信心充足 不然哪敢起这作者名 更关键的是 他的小说比他的名字更精彩 比例深厚 脑洞大开 吸引力强 让人流连忘返 一个自觉 要是我必封神这位作者知道素赢的想法 那还不得开口大笑 心说 我也不想起这作者名啊 太高调了 问题是 自己想要的好几个作者名 都已经有人注册了 没有办法 素赢打开我必封神的新书 直接看了起来 几天没看 竟然又更新了十几万字 非常精彩 素赢投入其中 一口气看了几个小时 等素赢反应过来 还是管家叫他吃饭 不然还沉迷其中 没办法 谁让小说故事那么精彩 江城大学 女生宿舍里 婷婷 你看抖音了吗 昨晚抖音上出现了一位超级大佬 抖音上都刷疯了 你知道吗 那人毫无人性的 只要是他进入了直播间 至少都是几百个嘉年华起步 你要是遇到他 你就发了 林雨婷看着 闺蜜周厉狂热的说着 她平静的说道 我当然知道啊 恐怕抖音上的主播 没有哪个不知道的 这种事是期待不来的 与其期待别人帮助 还不如脚踏实地 做好自己就行 林雨婷是江城大学 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 今年刚步入大四 在学校里这几年 借助抖音这个平台 再加上她自身相貌 声音条件出众 在抖音上有了几百万粉丝 成为了学校的知名网红 昨晚她也在抖音上直播 只不过苏云没刷到 是是是 脚踏实地 但是那可是浪里小白云啊 不知是何方神圣 一出手就是几百万 要是给我 可以买多少东西啊 周厉带着憧憬的目光说着 只要她愿意帮助你 绝对大谎 周厉继续说着 林雨婷秀指点的点 闺蜜周厉额头 别做白日梦了 可能那人和那些主播有秘密联系 不然谁可能平白无故 刷那么多钱 很可能是一场营销炒作 林雨婷用怀疑的语气说道 晚饭后 苏云又干起了老本行 打开抖音 观看直播 还是老规矩 只要是自己喜欢 觉得有意思的直播间 那都是几百发嘉年华直接安排 苏云刷着直播 突然视频里冒出了一位美女 这还是自己这两天 在抖音上看的最漂亮的姑娘 视频里的她 婷婷玉丽 穿着一身白色卡通短袖 画着浅浅的淡淡的妆 一张完美无瑕的脸上灵气逼人 还有一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 美丽动人 上一次见到这种美女 好像还是天龙巴布里的刘亦菲 没错 同样是那样灵气逼人 她正坐在镜头前轻声歌唱着 正是朴树的那首路本 声音似水如歌 悠扬婉转 娓娓动听 是的我看见到出世阳光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 让我暖洋洋 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 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 这儿有一只未来排香烟 你不想尝尝吗 明天一早 我猜阳光会好 让人仿佛置身歌词世界中 音乐温暖 催人向上 苏云看着她的网名 摆领脑 配上她的歌声 让苏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适合的 她也对她也产生一丝好奇 点开她的主页 发现她的资料上竟然写着学校是 江城大学 这么说来 我跟她还是校友喽 点开了几个视频 发现里面的背景 确实是江城大学学校里面的风景 还有自己熟悉的建筑 看来还真是我的学妹 不由感叹 世界真小 回到直播间 林雨婷正准备跟一个人连迈PK 苏云决定帮助这位小学妹一波 毕竟给谁消费 都是消费 肥水不流外人田 苏云发现跟小学妹PK的 同样是一位唱歌的网红 网名叫做华梅 华梅名叫黄小兰 她已讨厌的林雨婷许久了 自从林雨婷在抖音走红以来 自己粉丝量下降了 有许多以前看自己直播的人 就去看她直播去了 没办法 黄小兰也明白原因所在 因为两人风格很相似 但是自己外貌和声音都不如对方 所以人气才会逐渐被对方吸走 前两次跟对方PK都输掉了 今天去找了榜上的几个老大哥 恳求了很久 几人答应帮她赢下这次PK 她决定这次要让林雨婷出丑 给自己出一口恶气 连上林雨婷后 假装亲切的问候后 就说到 要是谁输了 就学狗叫十下 林雨婷不太愿意 但是直播间的观众纷纷起哄 让她不要玩不起 前两次都赢了 这一次也能赢 我们人多势众 不要怂就是干 看到直播间快要闹翻天 林雨婷只好无奈地映衬下来 第十五章 不用怕有我在 林雨婷也看不惯 对方趾高气扬的样子 一直在挑衅着自己 而且前两次自己都赢了 还领先一大段距离 心想这次应该也能拿下胜利 便答应下来 对面黄小兰看到林雨婷答应下来 很是开心 高兴地说到 两边直播间这么多人看着 到时候可不要反悔 放心吧 我说到做到 林雨婷看着对面堵定的样子 心里闪过一丝不安 但是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哪还能说回来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PK时间为十分重 一上来 林雨婷这边气势汹汹 一堆人直接上刺刀 打出了三百万音浪 而对面不过才一百多万音浪 这是林雨婷直播间的观众 开始疯狂嘲讽 怎么 这点的耐 就这 还狂怖 对面几个大哥这时行动了 几人直接砸了八百万音浪下去 林雨婷 这边的观众顿时安静了 两人也不是那种 天天搞大PK的主播 平时有两三百万音浪 就算很好的了 没想到对面一下 砸了八百万音浪下来 林雨婷直播间的观众 摇旗呐喊着 兄弟们手里 还有余良的上衣裳 一起对了 但是凑了一半天 这边总共也不过 四百来万音浪 还没对面的一半多 直播间的观众 明白输定了 没有大哥了 对面直播间的观众 像刚刚一样 嘲讽了起来 怎么不跳了 听说喜欢中 你也不行啊 准备狗叫吧 看着PK时间 虽然还有三分钟 但林雨婷明白 大势已去 自己要接受惩罚了 暗暗怪自己还是冲动了 内心很是后悔 但她还是打算遵守约定 想到以后 自己狗叫的视频流传出去 直播间的观众 会怎样看待自己 学校里的朋友 会怎样看待自己 估计很长时间 都抬不起头来了 脸上写满了沮丧 看着PK时间 只剩三分钟 苏赢打算出手了 毕竟是自己的学妹 能让她随意让人欺负 飞速打出几个字 不用怕 有我在 看到苏赢打出的弹幕 在这压却无声的时候 苏赢的弹幕尤为显眼 当众人看到她的网名的时候 浪连小白银 众人内心一喜 可轩及失望了 因为现在网上到处是这样的一领 这个直播间都有几个 兴许正是这样 苏赢进来的时候 才没有人发现是她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她是冒充的 才不管不顾 但是一秒钟后 众人傻眼了 因为有人点进了苏赢的主页 发现她有八百万粉丝 名字可能是假的 但这粉丝关注量 不可能是假的 一个人发出卧槽 她真是浪连小白银大佬 问了 兄弟们 随后一个又一个的点进去看了一下 弹幕疯狂滚动 卧槽 还真是666 欢迎大佬 大驾光临 浪连小白银大佬 在百灵鸟直播间 速来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 直播间涌入了十多万人 很多都想来见识一下苏赢大战身手 林雨婷非常错愕和惊喜 她看到了苏赢发的那具弹幕 给她带来了强烈的安全感 让她沮丧的心缓了过来 她明白有这位大佬在自己是不可能输的 想得白天和闺蜜还在谈论她 没想到晚上她就来了 真是世事奇妙 脸上也不由自主挂上了一丝袖红 杀是好看 看着直播间突然进来的十多万人 林雨婷有点懵了 大佬只是发一句弹幕就引来这么多人 你自己直播这么久 直播间人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 一下就达到了巅峰 苏赢 开杀了 一百个嘉年华 五百个嘉年华 苏赢还在继续杀着 对面黄晓岚直播间看到有人说 浪里小白云在林雨婷直播间 她马上就验证一下 是真的 顿时脸就垮下去了 在心里狠狠问道 怎么可能 为什么浪里小白云在她的直播间 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为什么林雨婷的印记总是那么好 这一切是为什么 语哭无泪 甚至她直播间里的人 听说对面是浪里小白云时 直接投奔苏赢去了 他们要跟随大佬的脚步 而她直播间里的几个大哥们 也纷纷说道 对不住 我们帮不了你 说着美人到林雨婷直播间 刷了十个嘉年华 纷纷说道 对不起 没想到浪里小白云大哥支持你 我们可没那胆子跟大佬作对 众人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高端操作 苏云以极快的频率点动着 终于PK时间到了 苏云停止了电动 嘉年华特效还在继续闪烁着 过了一半天才停止下来 我的个乖乖 2126个嘉年华 大佬 我服了 请收下我的膝盖 强都不服 就服你 牛逼 今天大佬又刷了几千发 每天都刷几千万出去 我看这家里不是有矿 是有很多台影超级吧 苏云 静静地看着弹幕滚斗 你别说 许多弹幕还挺有趣的 PK胜利了 甩开了对方几千万音浪 毫无悬念 林雨婷出来激动地说道 非常非常感谢浪里小白云大哥的支持 帮助 虽然在苏云刷礼物过程中 她一直感谢着 现在再次地感谢 她深呼吸几次 平定了内心的激动 还让大家帮忙点一下关注 面对黄晓岚失败学狗叫的惩罚 她请教着苏云 问她是否要让她执行 其实她内心并不想让黄晓岚学狗叫 她觉得这样挺伤人自尊的 要是真学了 身为一个女生 在自己周边估计都得抬不起头来 想到自己之前那种悲伤的心情 对面估计跟自己差不多 要是活在别人的议论里 肯定沮丧又绝望 苏云看出来林雨婷的想法 便发出 没事 你决定就好 不用惩罚就不用惩罚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个小游戏而已 却是对于苏云来说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且经过这次事件后 相信对面那个主播 也不敢再针对林雨婷 林雨婷得到肯定回复后 开口说道 惩罚就改为唱一首歌吧 对面很快唱了一首自己拿首歌曲 跟林雨婷说了对不起 还有感谢后 光速下播 第十六章疗伤 看到对面下播后 苏云也直接溜览 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苏云退出直播间 纷纷感叹道 大佬就是大佬 来无影去无踪 几百万刷下去 什么要求都没有 就离开了 这等风范 何人能及 真是灰一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膜拜 林雨婷看到了直播间火热的一幕 今晚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百感交集 看到粉丝关注量一路蹭蹭地往上涨 已经从四百万上升到六百多万 心里对苏云充满了感激之情 苏云离开直播间了 刚刚涌进来的观众留下来的还有很多 不少观众看到林雨婷那美丽的容颜 都纷纷表示走不动道了 我以前怎么没刷到她的视频 告诉我不回去了 不愧是浪里小白云大佬看中的女人 这么漂亮 Alan 林雨婷看着直播间弹幕的调侃 心里也是蹦蹦乱跳 回过神来 开口解释道 你们别误会了 我跟浪里小白云大佬还不认识 不认识就几百万的刷 真牛气 不愧是抖音最豪的人 不知道浪里小白云大佬能不能听见 我在这里献上一首歌 谢谢你的帮助 一首小心印送给大家 说着林雨婷便唱了起来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下课终身响起 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认真呼唤我姓名 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 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 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理所当然的忘记 是谁风鲤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弹幕飞速滚斗 卧槽 宝藏歌手 好听 爱了 恋爱了 甜来之音 人美生甜 说的就是主播吧 谁说老天是公平的 一首唱完 礼物不断 弹幕都让再来一首 林雨婷后面又唱了两首 才怀着激动又兴奋的心下播 今天宿舍只有自己一人 闺蜜周莉出去跟男友约会去了 习书一翻后 周莉回来了 周莉一进门就瞧见了闺蜜林雨婷 今天跟往常不一样 婷婷 今天你是咋了 这么高兴 中了彩跳了 遇到什么好事 快分享一下 周莉盯着林雨婷看了一会儿 一脸狐疑的问道 莉莉 今天没看我直播吧 你知道我遇到谁了吗 遇到谁了 大惊小怪的 今天浪里小白云来我直播见了 孙 孙 浪里小白云啊 就是我们白天说到那位大佬 白天我们还在讨论他 没想到他晚上真的来了 林雨婷说着激动的拉起了周莉的双手 不会吧 我这嘴开了光吧 这么灵验周莉不敢置信的说道 那他有没有给你刷鸡百个佳年华 周莉满脸好奇 没有 不会吧 网上不都说的他出手大发吗 他没有刷几百个 他给我刷两千多个佳年华 林雨婷显得很不平静 周莉当即给了一个白眼 你这是在法尔赛吗 然后激动的说道 那你今天晚上岂不是赚大发了 不行 你必须请客 我要吃大餐 打土豪 行行行 必须请你吃一顿 真是一个吃货 就只知道吃 林雨婷无语看着闺蜜 周莉打开抖音 果然看到了苏英刷礼物的那一幕 视频都被网友录下来了 看着两千多连发的嘉年华 直接给周莉看得心神荡漾 一脸的花痴香 林雨婷看到闺蜜这副模样 忍不住说道 莉莉 你在想啥呢 你可是有男朋友的人 她反应过来 谁说有男朋友 就不能崇拜别人 倒是你 不用怕 有我在 周莉一脸八卦的笑着调侃道 周莉显然是看到苏云发的那句话 用来调侃林雨婷 听到这句话 林雨婷脸红了起来 你瞎说什么 我都不认识她 你说这位浪里小白鹰 有没有可能是一位大叔啊 周莉的话 一下让林雨婷平静下来 是啊 自己完全不认识她 只知道她的网名 其他的什么信息 都是一概不知 她给自己刷那么多钱 会不会有什么不轨的企图 一时艰辛乱如麻 如果她有什么奇怪的要求 自己大不了将她刷的钱还给她 林雨婷坚定地想到 不管她了 大不了兵来将党 水来涂眼 林雨婷开口说道 又聊了一会 周莉发现自己闺蜜 竟然没加浪里小白鹰的微信 林雨婷一直以来 都没有加别人微信的习惯 直播这么久以来 都还没加过别人微信 很是佛系 人家给你刷了几百万 带来那么大的粉丝量 我觉得你应该跟她联系 好好感谢一下 闺蜜劝说道 林雨婷想着闺蜜的话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浪里小白鹰今天帮助自己赢得胜利 免于被失败惩罚 还刷了那么多钱 带来那么大的关注度 应该好好感谢人家 她拿起手机打开抖音 编辑一条私信发过去 浪里小白鹰大佬 今天感谢你的帮助 加个微信我想好好感谢你 苏云刷着视频 突然收到林雨婷的信息 看到内容后 加起了林雨婷微信 毕竟是自己的小师妹 而且长得漂亮 唱歌又好听 谁能拒绝这样一位美女呢 只是欣赏也是极好的 林雨婷看着手机 没想到发过去一会儿 就有人加自己了 你好 我是浪里小白鹰 苏云 看着信息 林雨婷暗暗想到 难道这位大佬真的对自己有意思 不过名字挺好听的 你好 我的名字叫做林雨婷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林雨婷发着消息 没事 小事一桩 不用放在心上 林雨婷心想 你能不放心上 我不能啊 毕竟那可是几百万 还是要谢谢你 改天有机会你来江城 我请你吃饭 第十七章买下平阳大厦 正好 我也在江城 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 就明天吧 林雨婷感觉有点大脑缺氧 她没想到苏云竟然也是在江城 就这么想吗 难道这个苏云真的对自己有什么企图 苏云看着对面一直没回信息 心道 难道被自己给吓到了 这小学妹胆子也太小了吧 自己其实也是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挺无聊的 想着陪一位美女出去逛逛也挺好 顺便出去消费一下 林雨婷毕竟对苏云一点都不了解 心里有所提防也是正常的 她还是决定兑现诺言 答应请苏云吃饭 大不了自己叫上闺蜜朱莉一起去 想到这她安定了许多 可以 明天怎么联系呢 林雨婷发着消息 明天我来江城大学校门口见你 你怎么知道我是江城大学的 当然是你的抖音呢 很简单的是 苏云与她约定见面时间后 就倒头而睡 第二天中午 苏云正在去接林雨婷一起吃饭的路上 那边杨超姐来消息了 说是一切材料都已经准备好 今天可以去交接 看到这消息后 苏云当即决定先去交易平阳大厦 毕竟这关乎到教训自己以前的公司 还可以收获一笔强化点 吃饭的是可以先放一放 她给林雨婷发了消息 不好意思 今天我这边有点事 要处理一下 改天我请你吃饭 林雨婷都准备要出门了 没想到被放了鸽子 很是无语 平阳大厦门口 先生 你好 请问有预约吗 门口的保卫拦下苏云问道 一楼 苏云给她看了看跟杨超杰的聊天记录 但是这个门卫根本不认识什么杨超杰 苏云很无语 居然连自己老板都不认识 没办法 只好打电话给杨超杰 杨老板 是这样的 我在你楼下被门卫拦着 不让进来 说我没有预约 杨超杰才反应过来 连忙道歉 苏兄 误会异常 平时我都不到这里来的 都是委托给一个物业管理公司 所有人员都是他们安排 我也不在乎这些 所以没让他们宣传我 所以这保安不知道这多少是我的产业 忘你不要责怪他 我马上让人下来接你 看到杨超杰的解释 苏云气立马就笑了 毕竟不知者不怪 过了两分钟 下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以身名牌西装 戴了一副金丝眼镜 苏云看到这个人走了过来 都传来门卫的声音 吴经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人的 请问是苏先生吗 那人看着苏云 开口问道 我是 看到苏云回道 他立马转换了一个亲切的笑容 苏先生你好 我是来接你上去的 走吧 苏云淡定的说道 这是那位吴经理又开口道 苏先生 我们这位保安刚来没多久 再加上杨超杰老板低调 所以他不清楚杨老板 怠慢了你 多多得罪 没事 小事而已 这说明了他很尽忠职守 是负责的行为 我干嘛则怪他 两人交谈走进了电梯 门口的门卫 看到自家经理 都叫那位苏先生时 顿时明白自己将一位贵客挡在了门外 刚才还在担心自己处境 会被会公司给开除 没想到经理为自己找补 那位苏先生脾气也那么好 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不由佩服起来 果然是陈大士的 就是有格局 苏云跟这位经理来到了顶层42楼 一进会客室里 杨超杰早已在里面等候多时 旁边闻了一壶茶 一股清香气味扑鼻而来 看到苏云进来 杨超杰立马站起来 苏老板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真是英雄出少年 客气了 杨老板还得多仰仗 你苏云不卑不亢的回答 两人坐下随意扯了几句 才说到正题 吴经理名叫吴卫 这是杨超杰聘请的物馆公司 由他来处理安排这栋楼的大小事物 房屋租赁 公共管理 大楼维修清洁 两天前大楼的老板杨超杰 竟然让他准备大楼的各种证明 土地使用证明 房屋产权证 租赁合同等 许多的东西 要知道管这大楼这几年来 杨超杰这位老板 根本不会到这里来 只是到收租金的时候 派遣财务人员过来验收 当初正是因为聘请了 自己这个物馆公司来管理 自己这个公司 这几年来也赚了不少钱 毕竟代替杨超杰办事 与客户签订租赁合同 物馆公司也可以从中抽出佣金 而这栋平阳大厦 位置优越 是很多人想要的香波波 在这栋大楼里 永远不缺租户 自己在这里做一个物馆经理 很多人要签订租房合同 都来找自己 这位置很吃香 而且地位高 又可以认识很多公司的人 扩大自己的人脉 原本以为杨超姐老板 让自己准备这些 是准备换掉自己的物馆公司 没想到是要卖掉整栋大楼 买的那个人又如此年轻 内心有点忐忑 会不会换掉自己公司 毕竟跟他素不相识 要是被换掉 就很难再找到 同样的条件好的房产 自己收入也会下滑 苏老板你看一下 这是平阳大厦的交易合同 苏云接过合同 浏览起来 经过系统加强精神力以后 发现自己看东西变得更快 记忆力更好 思维更清晰 敏捷 看东西 一幕十行 很快就看完 再随意看了几下 他摆满了一大箱的房产证 产权证 收入账本 纳税证明 其实对苏云来说 看不看都无所谓的 毕竟不差这两个小钱 只是人家花了两天时间 辛苦准备出来的 自己不看一眼 好像过亦不去 苏云让他提供一个账号 手机上一顿操作 可以了 杨老板 你看看钱到账没 杨超姐心里存了一丝怀疑 一分钟不到 就打了六十个亿码 财务管理人员来电话了 杨老板 刚刚账上突然到账了六十亿 好的 我知道了 杨超姐挂了电话 心里对苏云更加重视了几分 自己以前还是看清了苏云 一分钟不到 直接打出六十亿 这是什么实力 什么能量啊 反正他是不行的 要是让他来 估计的东跑跑 西跑跑 去银行打许多招呼 才能转出这笔钱吧 恭喜苏老板如愿以偿 杨超姐朗深笑道 同喜 同喜苏云也面露喜色 这意味着自己很快可以报复回去了 第十八章一场闹剧 两人又互相寒暄一番 杨超姐告辞而去 吴经理 我刚才看杨老板跟你们签订合同 是年底到期吧 苏云缓缓说道 吴未感觉快冒汗了 他生怕苏云以后不跟自己公司续约 苏老板 你说的没错 你们以前怎样做的照旧吧 要是到时候我满意 咱们就继续合作 不满意的话 那我就只有换一家公司合作了 苏老板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件 吴未保证的说道 疯 那就看你们表现了 你去忙吧 我随意逛逛 说完苏云站起离开 十二楼 一千二百零二号 这正是苏云以前上班的地方 公司名字是凡具游戏公司 苏云 你怎么来了 一个以前的同事 惊讶的看着苏云 很好奇苏云来公司的原因 那天苏云跟主管徐冲两人在办公室大吵大闹 而后苏云被公司开除 这个是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甚至那天之后 公司还举行了会议 解释说是 苏云想要高工资和高奖励 但是业务能力却不达标 能力不足蛇吞相 徐冲主管因为说了他两句 让他脚踏实地 好好工作 可是他并不领情 反而心生不满 在办公室大吵大闹 严重破坏了公司工作环境 反公司制度 公司研究决定 将其开除 事后让大家不要私下讨论这件事 已经发现 立即开除 私下也有另一种消息说 那个徐冲主管多次霸占茂领员工功劳 欺负新人 没想到遇到个硬茬子 才搞出这一出闹剧 具体是怎么样的 有各种说法 总之 水都被搅浑了 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苏云话语间带着一丝怒气 看着眼前这个办公室 还是熟悉的装扮 这个自己工作了将近一年的地方 上次自己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去 这次自己一定要拿回在这丢失的尊严 直接朝着主管徐冲的办公室走去 打开房门 这个让人恶心的油腻男人 还在看着电脑 不知在看什么东西 看着苏云进来 脸上很不高兴 显然苏云打淡了他什么好事 他大声怒指道 苏云 你还来干什么 你都被公司给开除了 给立刻我滚出去 你来给我滚一个看看苏云讥笑道 看着苏云无动于衷 他更愤怒了 走到办公室门口 大喊 王朝 马汉 是 立马有两个员工回忆 这两个很明显是他的忠权 平时就舔着他 一直以他为首是瞻 徐冲愤怒地看着苏云 给我把他扔出去 你在这给我演电视剧呢 王朝 马汉怎么不张聋 招呼呢 苏云继续讽刺 两人听到也是愤怒了 上来就准备把苏云扔出去 这两人身材都比较高大魁梧 要是换作以前自己肯定是被他们碾压的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两人直接向苏云攻击过来 一人瞄准苏云的头部 一人攻向苏云腹部 苏云嘴角一撇 你们两个臭鱼烂虾 也想动我 推 推 苏云连出两拳 飞速地打在两人身上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就飞出两米远 躺在地上 痛得死去活来 苏云解决两人转头 看着满脸金句的徐冲 继续嘲笑地放心我不打你 毕竟打人可是犯法的 刚刚我那可纯属自卫 你们老板呢 让他出来见我 否则后果自负 哈哈你以为你是谁 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赶紧滚出去 不然等一下保安上来 你吃不了兜着走 徐冲缓了过来 是吗 那我等着 说着苏云便找了个位置 坐下来等着 徐冲看着苏云这副模样 很是气愤 又无可奈何 毕竟动作他可不是苏云的对手 没办法 只能放狠话 你给我等着 说完他就打电话 让楼下保安上来 过了一会儿 两个保安来了 他们心里还在想 这年头谁那么多胆 还敢在平阳大厦闹事 据传闻 这栋大厦的老板背景不可测 很多人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要知道这里已经很久没闹矛盾了 保安这个岗位平时也就站站岗 也没遇到啥烦心事 没想到今天自己两人 竟然遇到有人在大楼里闹事 两人一来就看到坐在一旁苏云 听徐冲讲起苏云就是闹事的人 两人脸上表情很复杂 两人今天看到了大厅门口的一幕 苏云今天来没有预约进步来 他们也看见了 后面是自家经理亲自去接待的 经理很是恭敬谦虚地迎接他 而且他俩还隐约地听到眼前的苏云 是这栋大厦老板的贵客 这等人物肯定不简单 哪能是自己两人能处理的 他们纠结后说道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徐冲当然不了解 两人的纠结 肖长道 没有误会 就是他在闹事 你们赶紧处理一下 两人听到徐冲说的话后 明白今天这是想善了 是不可能的了 他们立马决定 让经理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比较好 这件事不是他们能解决的 其中一人到一旁拨打了经理电话 吴经理 你好 我是保卫处的保安 今天你迎接的那位苏先生 于12楼的租户发生了一点矛盾 需要你来亲自解决一下 无畏忙碌站 突然听到电话里的人说 让自己去解决矛盾 见的人物还是今天在门口迎接的苏先生 那不就是自己现在的老板吗 苏云聘请自己的公司来管理 让自己赚钱 就是自己的财神爷 自己的老板 吴卫顿时慌了起来 刚才在办公室拍着胸脯要让他满意 现在在苏云自己的地盘上 他与别人发生了矛盾 还让自己去解决 听起来也太梦幻了 不管怎样 他都只有一个底线 就是始终支持苏云决定 立马放下手里工作 跑了过去 办公室里 这回老板时连也出来了 没办法 外面事情闹得有点大 他得不出面 他也质问道 你都被公司给开除了 你还来干什么 请你立即离开 我可不是以你们公司员工身份来的 人们还想给你一些机会的 可是你不珍惜啊 我是来通知你们搬离大厦的 现你们月底30号之前搬离这里 逾期后果自负 苏云冷冷地说道 第19章不装了 我摊牌了 办公室里轰然大笑 只有两个保安听到这话无动于衷 就你 一个被我开除的人 让我搬出去 实灵讥讽道 就我 相信我 到时候你会照做的 苏云反而平静下来 办公室看戏的员工们 这时都觉得苏云有点不正常 怎么敢大放厥词 难道是被公司开除 压力太大 让他精神错乱 这时无味道了 看到无味进门 游戏公司老板实灵立马笑脸迎了上去 吴经理 不好意思 这种小事还劳你大驾 实灵这两天正在发愁 公司的租房合同只差几天到期了 他正打算联系这位吴经理 让他多宽限一些时日 自己拿到钱 再与他签订合约 平阳大厦的租房合同是一年一签的 公司每年的租金高达几百万 而自己之前 因为和几家公司合作 把所有资金都投入进去 现在身边根本没有流动资金 也就没有提前签约 看着赢了上来的石灵 他完全无视了 跟自家老板有矛盾 那就是跟自己有矛盾 何必给他面子 吴卫静止走到苏云身前 一脸恭敬的叫道 苏总 安静 智希 实话 员工们发现自家老板尊敬有加的人 居然对另一个人恭敬 那这个人能得啥身份 众人仿佛第一次认识苏云一样 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 徐冲心里无比慌乱 这个苏云怎么回事 不是只是一个普通人吗 只是自己手下一个随便欺负的小员工 怎么会变成这样 石灵比徐冲心里更加慌乱 自己知道徐冲平时是什么脾性 在当初争吵的那件事里 他明白苏云当初没骗他 他还是偏袒了徐冲这个老不下 要是苏云今天是来报复的 那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真要在月底之前搬出去 公司的损失是无可想象的 这里有许多跟游戏公司关联的公司 在一栋楼可以经常走访 加强人脉联系 在这栋楼里开公司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别人也会高看一眼 很多人挤破头想要到这里来租用办公室 都没有门路 另一个就是近期自己与公司合作开发游戏 时间紧迫 每天都是20次加班加点的赶工 力求游戏画质 流畅度 体验感达到最佳 如果搬离这个地方 很多在这建设的设备 要重新装卸 安装 启动设备也需要大量时间 这一来一回的折腾 游戏优化达不到效果 到时候交接产品 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效果 公司将会面临巨额赔偿 还有宣传时间也定了 早就开始宣传公司这款游戏 到时候达不到效果 影响公司宣传 甚至会有人以为公司虚假宣传 基于差评 给公司品牌信任力带来恶劣影响 这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再有与诸多游戏博主约定的宣传效果不一样 也会得罪诸多游戏大费 这一切的累加起来 后果太严重了 只是经济损失就至少要损失2000万 想到这些 石林头痛不已 要是苏云知道她想的这些 绝对会说到这是天注定 当初正是自己辛辛苦苦 做出那么多方案 现在公司要遭受恶果 正是一饮一着 石林内心焦急 还是强忍下来 脸上带着歉意 苏云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发生了误会 之前的事情你不要介意 当初是我无信坚人谗言 误会了你 这里郑重的跟你道歉 对不起 石林脑袋转得飞快 跟我玩气躯保晒 苏云嘲笑道 石林面露尴尬 一旁的徐冲面无表情 短短两分钟 他从恐慌变成心如死灰 他知道自己凉凉了 老板想让自己出去 让苏云泄分 无论结果如何 自己在公司里都带不下去了 两人见已经有了巨大的裂缝 想到跟着石林一起干了几年 没想到沦落到这个结果 一时间无比心散 石林见苏云不为所斗 一记不行 又生一记 苏先生 很抱歉之前有眼不识泰山 多有得罪之处 你之前在公司带过一段时间 你也知道这段时间 对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 如果完不成目标 我们公司将承受巨大的损失 恳求你能包容一下 吴经理如果你是为了签订租房合约 那你给我一天时间 明天我就跟你签约 我还可以在以前的基础上 再加一百万 石林低声下气说着 石林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觉得吴经理之所以对苏云那样 是苏云要来租赁公司 现在的办公室 他想要把房子租出去而已 自己都开出那么高的价格 他应该会满意 吴卫在这半天 苏云与这家公司的发生的矛盾 苏云想让这家公司搬出去 那他明白该怎么做 听到石林的话 他搬起了脸 苏从想让你搬出去 谁来也没办法 听到这话 石林终于忍不住怒火了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这样偏袒他 你要知道你只是个打工的 并不是这栋大厦的主人 我家里的长辈 跟这栋大厦的主人 做过几次生意 也算是老相识 只要让他老人家过去说几句 想必租下这间办公室也不难 我只是不想去麻烦家里的常备 你也不要欺人太甚 把事情做得太难看 这栋大厦的主人 是杨超杰杨老板的产业吧 别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石林愤怒地看着苏云二人 你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杨老板的产业 不过要加上一个前提 那就是今天之前 现在我才是这栋大楼的主人 苏云看着愤怒的石林 缓缓说道 石林不怒返校 就凭你 你也配 知道这栋大厦值多少钱吗 好好回家照照镜子 苏云没有说什么 看了一眼无畏 无畏向前一步 大声说道 苏总说的没错 现在这栋大厦 确实是苏总的产业 今天杨老板 刚将这栋大厦卖给苏总 呆住 听到这话众人再次识话 但天才反应过来 他们也在心里发问 苏云以前那么低调干啥 体验生活 似乎只有这一个理由 至于石林已然彻底崩溃 他明白自己怎么也挽救不回来了 整栋大楼都是人家的 怎么跟人家斗 更不用说 苏云背后可能还有其他产业 第二时张约妹子出门 石林毁不当初 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纵容 为公司和自己带来这么大的损失 此刻他恨透了徐冲 给自己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至于徐冲 石林看都没再去看他 相信石林会好好对待他的 苏云环顾四周看着 落寞的石林和办公室众人 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头也不回地说道 记得我说的 30号之前搬离 真是无趣 回到家里 用过晚餐 舒舒服服刷起视频 经过昨晚的再次发酵 苏云发现自己的粉丝关注量 已经达到了1200多万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恐怖如四 他刷到自己的视频 标题是神秘大佬见美女落难 愤然出手 豪刷600万 看到这个视频 他表示这些视频创作者太能编了 简直可以去某C上班了 他又刷到 林雨婷为感谢自己唱的那首小幸运 听了一遍 不得不说这小妮子声音条件好 唱歌就是好听 让人不自觉沉浸其中 仿佛恋爱一般 一曲听完 才想到今天自己临时有事 放了人家鸽子 应该去表示一下歉意 从关注列表里 打开了林雨婷波间 看到苏云进入房间一瞬间 眼尖的观众一下就发现了 卧槽 烂里小白云大佬又来了 大佬驾到 通通闪开 大佬降临 666 弹幕都快杀疯了 苏云这一幕 无奈地笑了 想低调一下 怎么就这么难呢 林雨婷看到弹幕飞速滚斗 他也知道苏云来了直播间 不得不感叹苏云强大的影响力 就像一个热度包一样 走到呢热到呢 还是自带输出加速的无情弹幕机器 一下直播间热度就上升了 林雨婷误以为苏云是故意放自己鸽子的 心里还有一点不平 这个家伙也太没风度了 约了自己 又说临时有事不去 把自己当什么人了 苏云什么也没说 直接刷了起来 100发加年华 500发 1200发 直播间再次疯狂起来 666 对位了 果然不愧是浪里小白云 苏云点到了2000发加年华才停下来 看着自己的手腕 人来送礼物也是一个力气活 林雨婷自然是不断道谢 心想这个家伙又刷这么多加年华干嘛 百灵鸟美女 我得一首歌不过分吧 苏云发送弹幕 看到苏云发的弹幕 他心中的不愤顿时消失的一干二净 没有谁不喜欢夸奖 更何况这么一个大佬 在这么多人面前夸奖自己 他精神说道 当然可以 你想听什么歌呢 我想听一首明天会更好 也祝愿大家明天更美好 苏云发送着 大佬是一个讲究人 歌群 泪目 直播间里林雨婷找到这首音乐伴奏 唱了起来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盲目的世界 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写风情 吹动少年的心 让昨日脸上的泪痕 随即一风干了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 候鸟出现她的影迹 声音还是那样的细腻 甜美 温暖 文静 纯粹 一曲完毕 苏云看着视频里灵动的林雨婷 一瞬间都觉得她有天后之姿 后面苏云又去其他直播间刷刷逛逛 放下手机 苏云想着自己还有多个强化点没用上 现在正好强化一波 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苏云 余额 999万亿 9886亿2435万9980元 体质 18 力量 18 命迭 17 精神 17 强化点 65.7 技能 神机格斗技巧 神机驾驶技巧 没想到这系统连小数点都显示了 0.7应该是自己这几天看直播刷下来的 每天都打赏2000多万出去 一念一斗 身体各项系数是不断上升 身体是涌现一股神奇力量 一种莫名的气流 在体内循环 身体很是舒服 足足过了两分钟 才停下来 睁开双眼一阵光芒闪过 吐出一口灼气 神清气爽 再看面板 宿主 苏云 余额 999万亿 9886亿2435万9980元 体质 30 力量 30 敏捷 30 精神 30 强化点 15.7 技能 神奇格斗技巧 神奇驾驶技巧 看着各项系数都达到了30 苏云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可以明显感觉到自己变强了 要是面对之前还未提升的自己 相信可以轻轻松松一打五 剩下的十多点强化点 苏云暂时没有动用 准备用来应对紧急情况 出门在外的身上没有强化点 那样很没安全感 苏云直接朝预视而去 她发现刚刚身体经过强化后 居然排出来一些杂志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一看就知道不是啥好东西 躺在浴缸里叔叔呼呼泡了一个枣 看着镜子前自己那健硕的身材 加上脸上这张越发帅气的面孔 只能无奈吐出 太帅了 躺在床上 拿起手机发现林雨婷那小学妹 又给自己发消息了 再次感谢苏云大佬今天送的礼物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请客吃饭 苏云看到表示很无语 你说这句话是这样接的吗 行 准备好钱包载你一顿 苏云发了过去 两人相约明天见面 江城大学女生宿舍 莉莉 你不是想要吃大餐吗 我带你一起去 林雨婷聊动发思说着 闺蜜周莉听到这话后 撇了林雨婷一个白眼 调侃道 你是诚心想请我吃大餐吗 我看你明明是害怕一个人会吃亏 想找个人陪你一起去 你这小心思 我还不知道 林雨婷不好意思笑了笑 拉着的周莉手臂说道 我这不是第一次出去见网友吗 你是我的好闺蜜 你不陪我 谁陪我去啊 后面我再请你吃一顿大餐 怎么呀 很明显周莉是一个吃货 立刻伸出两根手指说道 必须两顿 林雨婷也被闺蜜这副模样逗笑了 行行行 两顿就两顿 都依你